陈丹娘不解地看着她 有些东西你可以要 但不一定能买 陈老太爷笑道 一面拍了拍陈丹娘的头 等过一段 爷爷带你去要 陈丹娘虽然听不懂前一句 但听得懂后一句 顿时高兴地点点头 我去告诉姐姐吗 她高兴地跑开了 陈老太爷含笑 看着孙女跑开了 她抬头再看了眼天空 又回头看室内 立在当中的屏风上 曾经浅浅地圈圈点点 因为越来越多 而变得很明显了 让这张澎岚山水六叠屏风 失去了原本的精致 这一次不知道 又要天上几个 她微微一笑 当夜京城下了一场大雨 雨后的京城更添几分清爽 街道上的纸钱 昨日就已经清爽了 再加上一夜大雨的冲刷 街道上已经恢复如初 似乎昨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这只是似乎 走在路上的人 很快就发现了不同之处 那些人干什么呢 路人好奇地问道 一面伸手指着一边 哎哎 拜祭吗 这是一处墓地 看起来不小 但又显得很简陋 几个新坟包几个石碑 几株新灾的树 但奇怪的是 这墓地的周围 有很多人 甚至还有人 干脆躺在地上 他们不是击败 是在吃酒呢 有人笑道 路人们更为惊讶 吃酒 用鼻子吃吗 他们抬头看四周上下 哪里有酒啊 有人伸手 环指四周一圈 这里啊 到处都是 这一圈 拽得路人们更晕了 京城的人 都这么疯疯癫癫的吗 不知道吧 更多的疯疯癫癫的人 过来了 昨日京城 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也有更多的路人 围过来好奇地问道 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人的目的吗 这跟酒有什么关系 快说酒啊 要说酒啊 就得说这墓 而此时 在太平居 神仙居 甚至宜春堂里 都挤满了 要买酒的人 且不说 有没有酒买 你们怎么也不该 跑到我们这药铺来买啊 宜春堂的掌柜 哭笑不了 那哪里有卖啊 我昨天只吃了一碗 我只吃了一碗啊 这时间的酒 我是再也吃不得了 都是寡淡无味的 你还吃了一碗 我就舔了几滴呀 同样的对话 自然在神仙居和太平居 不断地响起 闹得乱哄哄的生意 都快要做不下去了 两家各自的掌柜 不得不站出来安抚 诸位 我再说一遍 这酒 不是我们这里酿制的 我们没有 不是说 是你们大东家酿制的吗 是我们大东家酿制的 但我们不卖啊 为什么不卖啊 这酒 不是卖的 是我们大东家 为我们几个东家 特意酿制的 那也跟卖没关系啊 吴掌柜 含笑摇摇头 看着愣哄哄 急切询问的人们 伸手失忆 诸位 诸位 他含笑 待场中的人安静下来 才接着说道 特意 独一 无二 只为他们 如果受卖的话 又算什么独一无二 满场的人看着他 神情呆呆 就这样 真的不卖 周夫人问道 面前的丫头婆子 纷纷点头 多少人围着门问 都是这样回答 还有好些时事也都去了 要订购他们家的酒 可是都被拒绝了 周夫人端着茶碗蒸蒸 又失笑 那酒 那酒果然这么好 好 好得很嘞 那些人都要出嫁一罐了 不是 那个是昨日的价格 今日已经涨到二罐了 另一个丫头急急说道 周夫人的茶一口喷出来 二罐 他可真敢要价 又当是卖命呢 夫人 不是他要的价 是人家抢着要给的价格 还是跟卖命一样 他没要价格 别人哭着喊着要给他 二万贯 二万贯呢 周夫人的耳边 似乎又响起 当初院子里的喊声 他伸手拍着胸口 真是疯了 又想到丫头们 描述的那日的情境 不说街上撒的酒 光在墓前砸碎的酒 就少说有十几坛了 一壶二罐呢 周夫人闭了闭眼 怎么到这个女人这里 挣钱怎么就这么好挣呢 偏偏 她还总不把钱当钱 不就是几个香野汉子吗 认什么干哥哥 认了也就认了 还让他们当东家 当就当了 死就死了 还这么大排场的安葬 这不是傻子是什么呀 那这次呢 他卖了吗 要是卖了 也算是不摆摆排场 这酒的名气 也是打出去了 丫头们摇头 夫人 人家依旧输了 不管多少钱 千金不卖 说不卖就不卖 说不就就不就 周夫人哼了声 不过 虽然不卖 但也不是以后 大家就永远吃不到了 另一个丫头想到什么 就忙说的 大家都看过来 那掌柜的说 说到他们那几个 东家周年记的时候 还是会散酒的 这么说 只能等那几个人 周年的时候 才能吃到这酒啊 一间茶馆里 一群人围在一起 说笑热闹 是啊 是啊 只能到明年此时了 错了错了 不是到明年此时日 那茂园山武壮事 是五月遇难 虽然此时下葬 但周年却应该是五月 你记得可真清楚 我当然要记清楚了 我回去就把这个日子 刻在心上 这么说还能少等三个月了 真是太好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叔叔家的侄子的 七妹的 旧宫的孙子 就在太平居当太 嘿 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有人放的钱不要 人家缺钱吗 也不看看那是谁 太平居 宜春堂 神仙居 还有神医 一条人命万贯呢 等等 说酒呢 怎么又说到了什么神医 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不知道 真是骨陋寡闻 说到这神医啊 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 等等 说神医呢 怎么又说到茂园山 茂园山是啥 这茂园山是五个壮士 死在西北镇前 太乱了 谁能说个清楚 今日的茶茶 我包了 我来 我来 大厅里顿时更热闹了 秦师三郎将几个钱扔在桌上起身 看着对面还端坐似乎听得出神的周六郎 伸手拍他一下 走了 周六郎被打断很不高兴 那走吧 秦师三郎笑了 听到了吧 放心吧 周六郎端起茶碗 没理他 秦师三郎抬脚迈步 走了几步 又退回来 我知道 一听别人说他 怎么听 也听不够 周六郎吃了声 不过我要去见他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 火箭 听茶 周六郎举起茶碗喊道 正靠在柜台前厅那边人说的热闹的电火计 被喊了两声才回过神 忙应声拎着虎跑过来 秦师三郎笑着 抬脚走了 门外街上 人群兮兮 隔不远 总有驻足的人群 其间一个高谈阔论 其他人听得神情激动 虽然听不清 但看那人伸手指着街边 比划的样子 也可以猜到 毕竟说的又是茂园山 秦师三郎含笑 伸手接过小厮地来的马江绳 一面翻身上马 要走之前 又看了眼茶寺 透过直窗 可以看到旗内的周六郎 坐在集案前 少年郎专注认真地看着那边 站着指手画脚 说得热闹的一个茶客 如同其他人一般 不时地露出惊讶 惊喜 惊叹悲伤的神情 似乎是第一次听到那些事一般 津津有味 秦师三郎笑了笑 正在催马前行 另有一个小厮 从远处急步奔来 公子 公子 那小厮进前 喘着气 俯身 低声说了几句话 秦师三郎神情微微一争 但玄机释然 真快啊 怪不得 他说他只需要做自己该做的事 至于别的事 总会有人抢着去做 那一日的送葬之后 掀起多大的热闹 对于成交娘来说 似乎从来都不知道 几个哥哥入土之后 他就回到了玉带桥的宅子 日子一如既往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 孩童的哭声在院子里响起 婢女好奇地问道 她是饿了吗 范江林的妻子皇室 一面哄着孩子 一面摇头 不是 她就是没睡够就闹 二人正在说着话 廊下传来脚步声 娘子 婢女扭过头 高兴地喊了声 皇室也忙抬头看去 见门口廊下 站着一个素衣女子 安静地看过来 她顿时又低下头 依旧没敢看清她的样子 是不是吵到 吵到娘子了 她有些不安地说道 一面忙更快地摇晃 红辅孩童 这动作却让孩童的哭声更大 皇室的额头冒出一层汗 她自己也想哭了 孩子就是爱哭的 这有什么吵的 长江娘迈不过去了 婢女又转过头来 看着手忙脚乱的皇室笑道 大娘子 你别怕 我们娘子没那么多事 你放宽心 这里就是你的家 皇室有些牵强地笑了 环室四周 她一个西北屯堡城长大的女子 跟着当账房的父亲认得几个字 也算是有见识 但再有见识 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 会在京城有个家 有个小姑子 还是能引得全城的人 出门参加丧事的小姑子 皇室伸手 抚了抚心口 将怀里的孩子拍了拍 吓得她到现在 连这小姑子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那时候 我刚和大郎成亲 七郎媳妇还和我猜测 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想啊想啊 都想不出来 哦 七郎说 她的妹妹 是神仙一样的 皇室一面晃着怀里的孩子 一面说道 那时候整日想 什么时候见见 还想到时候 七个媳妇一起来 没想到 最后 就来了我一个 婢女眼里闪着泪笑了 想到什么起身 大娘子 到家你也居住 我带你看看 郎君们住的屋子 都是按照他们离开的时候 样子收拾的 摆设都没变 衣服也都留着呢 皇室也跟着起身 一面晃着怀里的孩子 嗯 走了 去看看你爹爹的屋子 后院里 嗡的一声 一只剑命中靶心 摇摇晃晃 成江娘举起手里的弓箭 也对准了草靶子 妹妹还是每日都练剑 范江灵放下手里的弓箭问道 成江娘点点头 手中的剑应声而出 好 范江灵拍手称赞 成江娘冲她晃了晃手里的弓 范江灵看着她有些不解 一旦 成江娘还微微笑了笑 带着几飞炫耀 范江灵看着她一刻 咧嘴笑了 好好 成江娘重新站定拉弓 一只剑接着一只地飞出 范江灵站在一旁 安静地看着 好好 她的视线有时候会有些模糊 似乎看到徐茂修等人 在身边站着 也正笑着承赞 好 她大声说道 拍拍手 只是 还不够稳 成江娘转头看她 微微一笑点点头 转过头 继续拉弓射箭 秦师三郎过来的时候 成江娘正在席字 还请公子稍等一刻 就要好了 婢女侧身上开门坐请 秦师三郎与她打去道 你如今倒在家闲着了 大掌柜也不忙了 我家娘子让我息几日 秦师三郎整了整衣衫 既然大郎君在 我自然要去拜见她 透过展开的门 可以看到秦内的范江林 与秦师三郎对坐说话 看起来并不生疏 皇室有些惊讶 又有些好奇 这位公子是什么人啊 这是公主府秦家的小郎君 公主府 皇室差点窒息 伸手斧着胸口 她是才看到那位小郎君 与自己丈夫持平礼的吧 我的天哪 正惊讶间 见那边书房的门拉开 承江娘走了出来 妹妹 我将西北的事 详细地告诉秦郎君了 范江林带着几分坦然 承江娘点点头 坐下来 我们的事 没有不可对人言 那娘子接下来 只怕要和更多的人 说一说郎君们的事了 秦师三郎说道 承江娘和范江林 都看向她 一个神情依旧 一个则有些不解 昨夜有人上书 谈何江文元 高陵波被叫起来的时候 正在小妾屋子里温存 因此带着几分不怨 今日不是大朝会 他便懒得去参加长朝 看主持朝会的 陈少等人的脸色 虽然陈少这些日子的脸色 让他看了很愉悦 但山珍海味 总吃也会烦 便告了假 今日在家歇歇 被人弹劾就弹劾 有什么大不了的 哪个没有被弹劾 十四八四的 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适智 把这种口水 谈张当回事 你们是越活越回去了吗 高陵波美好气地敲着鸡案道 面前跪坐的两个官员 双眉紧锁 神情紧张 大人 就此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是谁 又是陈少那群人中的哪个 吓得你们这样 弹劾了什么 汉国还是通贼 是卢斯安 卢斯安 这王八蛋 还没滚出京城呢 本来是要走的 我们已经命力部 催促他夫人了 行了行了 要死的东西了 你们怕什么 高陵波打断了 玄机又是一阵 不对啊 他怎么上的弹劾奏折 他如今不过是个外放官 是陈少干的 不但二人说话 他就冷笑 一面抬手扶袖 看得好啊 欲句私地奏章 我正好送他们一起去南州做个办 大人 大人 不是陈少帝的 卢斯安走了驿站的路子 通坐边境急报 直接递到了皇帝面前 高陵波换了个姿势座 带着几分不解 这王八蛋 是活得不耐烦了 急着要死呢 是找到什么新鲜事说了吗 那里传来消息 奏章上写的是 江文元清外敌 欺瞒朝廷 扶佐陛下不已到 赏发不明 致君民愿到 听听听 高陵波打断他 歪头看着这两人 卢斯安是不是疯了 两个官员对视一眼 摇摇头 高陵波猛的一拍鸡案 吓得两个官员打个愣争 他没疯 那你们是傻了 他喝道 被打断与美人温柔的火气 就这么再也压不住了 因为打听了下西北赏功的事 他就被陛下踹出京城了 如今还敢写弹劾奏章 又说西北赏功的事 这是好事 这是他自己寻死 你们吓得要死干什么 两个官员叹口气 轻声向前 大人 他这次不止上了 弹劾的奏章 还上一副送葬徒 清诚送殷豪 万民哭不平的送葬徒啊 这一日的长朝会上 无一人缺席 就连很少露面的皇帝都来了 两个内侍正缓缓地在殿中展开一张画卷 罗斯安的祖父 卢杰好画 朕记得当年先皇甚是喜爱 命人挂在寝殿中 皇帝坐在玉座上 淡淡地说道 只不过其后子孙灵性不足 传承其画笔的没有 有功于学问读书 这些琴棋书画自然靠后几分 所以卢杰的画作 如今倒是越发珍贵啊 朝堂上谈论诗词画作是很少有的事 因为会被御史弹劾 唯丹于希勒 但今日并没有御史跳出来说话 反而都认真地看着殿中展开的画卷 一个个眼神硕硕 就好似看到了待宰的羔羊 算计着从哪里咬一口合适 卢杰虽然没有学得其祖父的精华 但应该也不复出身 诸位爱卿 都来看一看吧 看看他画得如何 长朝会上的官员并不多 两排站立着十几位 此时听着皇帝的话鸦雀无声 也没有人卖脚 陛下 卢斯安月份严是当 一个官员看到高凌波的眼神 只得站出来映着头皮道 话没说完 就被皇帝打断了 卢斯安月份严是朕知道 不劳你提醒 朕现在说的是话 朕现在让你们说说这画画得怎么样 没有人敢说话了 臣遵命 一个少年清朗声音说道 打破了殿中凝滞的气氛 看着金安郡王迈步 一旁的大皇子便紧走了几步 抢先站在画卷前 金安郡王微微一笑 停下脚让开 有皇子带头 陈少便抬脚也站过来 余下的人便按照官位高低 依次过来 这是一卷长画轴 从京城正西门围起 描绘的景致倒不敢说多好 韵笔也一般 但盛在栩栩如生 一开始还沉默的殿内 随着大家脚步的移动 渐渐的低声议论而起 那日的事 这里的官员们自然都没有亲眼去看 但多多少少都听说了 此时此刻 画作展现在眼前 颇有几分身临其境的感觉 卢斯安不愧是卢杰的子孙 勾勒描画的细致 连马儿头上戴着白花 都没有草草了事 举着鳞的 打着翻的 抬手势累的 神情默然的 垂手的 还有那被人抱在怀里的孩童 神态也是随着行走不断变化 或者抬手够飞扬的白帆 或者揉眼睛 或者吃着手指 憨态可惧 路旁的人男女老幼 神态意识不同 惊讶的探问的 还有抢救人的罪态 更是微妙微笑 静安郡王看着不由鸣嘴一笑 大皇子原本走得很快 眼角的余光 看到静安郡王走得很缓慢 便也放慢了脚步 看着静安郡王 一点点的在画卷上看 似乎怕遗漏了什么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下 他讨厌看画 就好像鱼图一般 但凡是线条勾勒的这些东西 在他眼里都是厌恶 但是他如今 已经不是小时候了 大皇子抬起头来 带着几分巨傲 将视线认真地落在画卷上 找到了 静安郡王的脚步微微一停 视线落在画卷上的一处 乱乱的小小的人群中 那娘子正伸手抚摸马头 虽然带着密铃 但他依旧一眼能认出来 卢斯安画的 的确比不上其祖父的精妙 那娘子的风华 就是密铃也遮挡不住的 瞧瞧在他的笔下 竟然成了平平 这里应该再高一些 这衣袖也要宽大一些 就算是密铃 也不至于涂得一抹黑 至少应该隐隐可见其面容的 旁边有人轻声提醒 静安郡王站直身子 看了陈少一眼 点点头示意 继续走去 看得什么这么出身 陈少不由也凑上去瞧了瞧 没见有什么特别的呀 画轴很长 致正东门结束 接下来就是目前的热闹 以及空中绽放的烟花 画得怎么样啊 皇帝的声音在玉座上飘下来 画得不怎么样 但是画得却实在是太可恨了 高陵波几乎咬碎了牙 图画歌舞 永远比诗词描述更直观 也更让人震撼 如果这件事 仅仅是用一张奏章描述 无非是冷冰冰 因为阅读人不同 而感情不同的文字而已 但如果用图画呈现出来 就能给皇帝直观地冲击 浩大的送葬队伍 密密麻麻地围观的人群 整个京城的喧闹 悦然指上 这给每一年 只有一两次可以出宫 且目的地 是极里地外的 御院的皇帝来说 带来的感觉 是极其震撼的 他似乎跟着这幅画 就将当日的场景 走了一遍 也能体会到 身在其中的感觉 民情忧愤 十人观 九人爱 从西至北 永永不绝 困堵道路 指前如雪 白帆如林 满城进坛 冒原山 臣曾有所闻 而思察此事 却不想被江文元之辈 邪功要挟 欺瞒陛下 终生民怨 下背欺压不得诉 尚不得听 今离京之际 亲见民自告天 认英魂 罪臣 不忍让陛下 蒙受不白之冤 为证江文元 欺君漫天之罪 不惜月份言事 如有所计 甘愿旗展臣于 宣得门外 卢斯安的奏章 被内侍高声地在殿中朗读 让看完画卷的官员们 再次沉默不语 你们说说 卢斯安 画得怎么样 皇帝又问道 大皇子很想迈不出来说两句什么 但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候如果说话的好赖 那纯粹是敷衍之词 毕竟皇帝问的本意不是这个 但如果要说别的 那更不合适 前日师父已经讲课教过他 话要少说 自己如果没有把握的事 千万不要说 犹豫间 建安郡王已经迈不出殓了 陛下 卢斯安画得不怎么样 他说道 一面笑了 殿中所有人 视线或明或暗的 都看向建安郡王 多多少少 有些难掩惊讶 亲王上朝 很多时候都是摆设而已 不像大皇子 是作为储君培养 可以论证 这一点 建安郡王显然也很明白 所以私下 可以对皇帝论对 但在朝堂上 从不当着朝官们的面 这样公开说自己的意见 今日这次是第一次 皇帝看向他 神情看不出喜怒 陛下还记得 臣给陛下画的 三山五岳行走图吗 建安郡王神情轻松 依旧带着几分笑意呢 什么图 在场的官员们 都有些不解 皇帝的面色 则是微动 臣不太懂画 但也知道 卢斯安画的一般 比臣好不到哪里去 建安郡王视线 看向还被内侍们 展开的画卷 但是 臣看得出他用了心 就如同臣当初 给陛下做的话一样 感同身受 以七眼 拙起笔 勾勒而来 用心了 这就是评价 这就是对画 也是对这件事的评价 这就是皇帝陛下 要听的评价 这一句话 撕开了这个画卷 将画卷背后的事 摆在了大家面前 方伟 你真是活得太自在了 竟然敢多管闲事 高陵波 难掩神情惊恶地 看着建安郡王 心里咆哮 他不是对这句话 感到震惊 他震惊的是 第一个说这话的人 这句话 一定会有人说 但应该是 陈少一党的人来说 而不是这个 毫不相干的郡王来说 如果是陈少 按理说 也必须是陈少等人来说 因为卢斯安 是陈少举荐的 在皇帝眼里 那就是陈少的人 如果他不说 说明他心里有鬼 如果他上来就说 卢斯安的做法 是正确的 那他就是亲者相言 总之 不管陈少说 还是不说 都会达到一个效果 那就是 让皇帝更受怀疑 怀疑这件事 是陈少幕后操控所为 但现在 因为建安郡王 这莫名地先说了这句话 还说了什么以前的话 引起皇帝自己的思索 这情形 就完全不同了 陛下 臣也是如此认为 陈少站出来说道 听到没 这就成了 他也这么认为了 而不是他认为 一字之差 却能让陈少的话 在皇帝心里 免去逆反和质疑 陛下 卢斯安的确用了心 但却其心可诛 高灵波也顾不得愤怒了 眼前的当物之急 是争辩 将事情的不利之处 化为最小 高大人真是看得奇怪 怎么就看出 其心可诛了 卢斯安说 江文元之辈 邪功要挟 欺瞒陛下 臣认为 倒是他煽动民众 要挟陛下 煽动民众 这万民空相的 高大人 你可真是太看得起 卢斯安了 原本平静的大殿里 顿时掀起了疾风猛浪 奏对驳斥 不绝于耳 如同狂风骤雨洗面 大皇子有些蒸蒸地站着 神情呆呆 他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之间 原本还沉默地乖巧地 如同瞎子聋子哑巴的朝官们 开始你说我说 很快就面红耳赤 几乎要撸起袖子打起来了 又是这样 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抄抄什么 多没意思呀 大皇子站在大殿里 好似又回到了自己小时候 替父皇临朝的时候 但此时比那时更为难受 因为好歹那时候 他是坐着的 而现在是站着的 也不知道这些人 要吵闹到什么时候 作为点燃了眼线 炸响了烟花的金安郡王 低下头 脸去笑意 再抬头 神情轻松已久 视线落在那画卷上 耳边众人的吵闹 都成了背景摆设 我很喜欢这幅画 他低声跟大皇子说道 大皇子看也没看他一眼 你看 画得多好啊 多皮症呢 我以前出去的时候 就是常常走西门和东门 这个桥我还认得出来 桥头有三个狮子 金安郡王不以为意 继续低声说道 一面看着画 大皇子干脆站开几步 离他远一些 金安郡王的视线 落在画墨的烟花上 那日的烟花 城外看原来是这般的绚烂呢 其实他也看到了 只不过只是星星点点几个 那日烟花炸开的时候 他正带着六哥 坐在宫中那个荒废的最高处 当时真被吓了一跳呢 原来那日 京中是这般的热闹啊 金安郡王的视线 再次盘旋在画卷上 一遍又一遍 他一定一定很生气 很生气 很悲伤很悲伤 他有的本就是那样的少 如今也失去了 外扁官卢斯安 离京之际 做尾报 将弹劾摆到天子的暗闹 惹得天子震怒 不到半日 就传遍了皇城官厅 到处一片议论纷纷 人心惶惶 不知道这一次 有多少人因此而倒霉 又是谁会因此而得利 这引起的喧嚣不平 卢斯安预料之中 但他却看不到 当他的奏章 被皇帝打开的时候 御史台便将他从家里 抓进了御史台的牢狱中 看着被带进堂前审问的卢斯安 高坐在堂上的御史 有些恼怒 大家都是朝官 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不过御史并没有多少不好意思 对他们来说 这是很常见的事 只不过今日这个卢斯安 一副挺胸抬头的样子 让他很不舒服 且不说这里 是官员们闻之色变的御史台 就说卢斯安这个家伙 日常也没这么挺胸抬头过 一向跟在陈少等人身后 言听计从 唯唯诺诺 耍些小聪明 胆子小 软骨头一个 什么时候一身正气 这四个字 也能在他身上体现 卢正 你可知罪 御史一拍经堂木喝道 卢正 知月份严氏之罪 哼 毕重就轻 御史冷笑一声 你构陷污蔑朝廷立元的罪 是不敢认了 卢斯安笑了 我构陷污蔑 大人真是抬举我 我自认还没那个本事 只不过是查明情已上报而已 如果说查明情也是罪的话 卢正我自当认罪 御史心里呸了声 面上却换了副神情 卢正 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 知道你被外放 心中有怨气 他带着几分诱导道 话没说完 就被卢斯安打断了 此言诧异 我心中没有怨气 我只是替民书发怨气 御史看着他有些无语 卢正 你这次是铁了心 要自寻死路了 这怎么能死路呢 替天子查明民情 使全臣不能蒙蔽圣聪 这是臣子之命 这是臣子之道 御史摇摇头 摆摆手 示意人带走吧 反正第一次问他 也问不出什么 虽然御史台不能对士大夫用刑 但别的手段也不是没有 敖摩他几日 就能让他清醒清醒了 卢斯安没有丝毫畏惧 转身抬头挺胸大步 却见门口站着御史忠诚 神情肃穆 卢正 要擦肩而过时 御史忠诚换住他 卢斯安坦然看着他 你哪里来的底气 认为这次陈少能保住你 御史忠诚低声问道 卢斯安看着他 哈哈笑了 哈哈哈哈 我的底气可不是某个人 而是天下人 这小子疯了吗 大约是因为被贬去南州 觉得人生无望 所以癫狂了 御史忠诚皱没想到 但理智告诉他 事情绝不会仅仅是这样简单 卢斯安的确是在舍命一搏 但那让他舍命一搏 而不再等候陈少 之后慢慢地挽救他的底气 却是最关键的 天下人 这次真的闹得那么大吗 来人呐 你们上街上去查一查问一问 卢正的那幅图 到底有多少是夸张 又有多少是真实 他招过几个小吏吩咐道 而此时京城府衙馆干右乡公事 刘锦权也正大发雷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让刁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你们竟然一点也不知晓 你们都是死的吗 他喝道 自从得到消息后 他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时的事 他事后倒也听人说了 但只是说是有有钱人送葬 什么大手笔的花钱呢 什么多有钱太平居神仙居什么的 他也没往心里去 谁想到 这件事竟然被卢斯安给利用了 面前站立的下属 也好都神情黄疾 谁也没想到 已经是垂垂要死的卢斯安 竟然还敢来了这么一招 其实上层的官员们 谁谈和谁 对他们来说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图 图上的事是真实发生的 就发生在京城 而且还是从承西到承东 正好归他们右乡都乡同管 如今这事被捅到了天子面前 清了府也饶不了他 中了皇帝也饶不了他 总之是被卢斯安害了 大人 这次好像不是陈相公他们安排的 不是他们安排的 那些人是怎么冒出来的 怎么冒出来这么多人 看什么送葬啊 说是那送葬的人家 给大家酒吃 对对对 特别特别好的酒 天下第一的烈酒 我家小四抢了一碗 醉了两天才醒呢 真有那么厉害吗 啊 眼瞅着屋子里的谈话变了味 刘公氏从恶然中回过神 再次重重的一排极案 酒 酒是酒 不过是清城抢酒吃 哪里来的什么清城送英魂 卢斯安真是狗屁扯淡 众人仔细回想了一下 还真是啊 哎呀 对呀 都是这酒惹出来的麻烦 大家纷纷点头说道 这也好办 刘公氏点头 神仙居太平居可不是正殿 统统给我抓起来 以私酿受酒论罪 他狠狠地咬牙 这件事不过是 无良商家搞出的卖酒的噱头 什么民情怨愤都是没有的事 没错 就这么简单 想在再扯到别的事之前 把事情定性按下去 看卢斯安还闹什么闹 刘公氏抚着美须 又带着几分得意 这次不用抚衍大人 以及高陵波大人费心 他就能把事情办好 一定能得其赞扬 还不快去 多带些人 插送了那几家店 距离徐茂修等人入土为安 已经过去五日了 范江林迈出家门 来到太平居 吴掌柜亲自陪同 将这里的新掌柜 介绍给他 看着一路走过来的伙计们 热情恭敬地问好 再看范江林坦然的神情 他的妻子皇室 也渐渐地放松了心情 东家 你们的屋子一直留着呢 吴掌柜说道 皇室有些担心地 看着范江林 这些日子回到家 处处都有他们弟兄的救世 说一遍看一遍 都难免难过一次 而范江林神情 却都没有丝毫地难过 反而越来越高兴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你不用担心 在屋子里坐定 范江林含笑说道 他们是我的兄弟们 我失去他们了 但我不害怕 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地 去忘记他们 夫妻二神说着话 呼地听到外面一阵热闹 吴掌柜急不过来喊道 东家 东家 官府的人来了 官府 皇室不由地有些紧张 范江林则神情轻松 反而还笑了笑 哼 果然来了 妹妹说的从来都不错 他站起身来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看看 东家 不如请他们进来吧 吴掌柜迟疑了一下道 范江林笑着摇头 我们没什么 不能摆到人前说的 他抬脚迈不出去了 太平军里坐满了人 此时都停下了吃喝 看着站在旗内的几个牙翼 直指点点 议论纷纷 即为差也 范江林迈步从后出来 师里说道 你就是这里的东家 把电关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牙翼说道 周围嘈杂的声音 一瞬间都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神情惊讶 封店 而在城中神仙居 婢女听着眼前牙翼的话 有些失笑 为什么 因为你们私酿酒 牙翼说道 厅中窃窃私语的声音 一下大了起来 他们今日汇聚到神仙居 基本都是因为 前几日的酒的缘故 虽然其中很多人都没有喝到 但这并不妨碍 他们想象酒的美味 京中的酒水 只有正殿官家的酒庄 以及买铺的私人酒庄 才有资格酿制售卖 否则论以重罪 这一点自然人人都知道 但其实这只是针对平民白身而言 那些高官豪权人家 都能私自酿酒 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见罢了 以私酿酒论罪 说白了就是哄人的名头罢了 其内必然有别的原因 或者没给某个官员好处 或者被某个人在背后寄予了 这么美味的酒 一定会带来大笔的生意 而这必然会引来寄予 虽然这是很常见的事 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婢女笑了 柴爷 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私酿酒 更没有售卖 我们这酒啊 是从城外陆老四的酒庄买来的 只不过略加改良 而且只是丧事上用了用 且不收钱 如今已经散完了 哪里来的私自酿酒售卖啊 这样吗 原来是在陆老四酒庄里买来的 在场的人都眼睛亮亮 更有心急的起身就要走 却被同伴拉住了 你傻呀 人家明明说了是加以改良 你以为真是陆老四酿制的酒 就那么好啊 不管是不是了 总之好歹有了处处 先去过过瘾 解解馋 这边客人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牙医们脸色也不好看 为首的说道 自然有人证 那不可能 我们绝没有上卖 我们也有人证 他说着 看向大厅里的人 诸位可曾买到我们家的酒 没有啊 谁要能买到 我就从他手里买来 高价都成 大厅里响起达声 夹杂着笑声 看着厅内的人声沸沸 牙医们有些不安 又有些恼怒 行了 少废话 关店门 跟我们走 他们大声喝道 婢女看着他们 冷冷一笑 官爷 得给个理由吧 理由 理由 你们以酒为噱头 聚重闹事 牙医灵机一动道 散步谣言 煽动民众 婢女看着他一愣 旋即抬手眼嘴 咯咯笑了 越笑越厉害 只笑得大厅里 安静下来 笑得牙医们 心里发毛 你笑什么笑 我谢谢你 谢谢 牙医一愣 还没回过神 就见眼前的丫头 笑声一收 神情一沉 迈上前一步 我们散酒 民众自来 怎么就是我们 聚重闹事了 他喝道 伸手指着外边 那么此时外面 这么多人聚集 都是因为你们 来我们这里问事 那么你们这也叫聚重闹事了吗 牙医们 下意识地回头 见不知什么时候 门前已经站满了 看热闹的人 还有更多的人 正涌过来 将街上挤得水泄不通 几个人顿时色变 怎么啰嗦地 说了这么久了 有什么话 到牙门再说 跟我们走 为首的牙医喊道 伸手就抖开铁链子 他还没上前 婢女再次迈上前一步 站定在她的身前 要抓我 要关我们的店 我们安葬东家 散九路计 是聚重闹事 我们东家死了 是我们散步谣言 我们东家死了 我们讲个排场安葬 这叫山洞民众 柴爷 哪个是谣言 是我们东家没死 还是我们东家 不是战死的 小丫头年纪小 说话又快又脆 巴巴巴地 只把几个牙医 说得头晕 忍不住后退几步 有些发懵 他们现在是在说什么 小废话 为首的提高声音 想要盖住 小丫头的声音 但婢女 只给她说出了 这三个字的机会 便立刻接过话头 废话 我说的真是废话 我们不求功赏 连东家怎么死的 都不能说了吗 说了就是谣言吗 婢女尖声喊道 伸手揪住自己的衣襟 眼中泪光闪闪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你们为什么要来抓我们 来封我们的店 我们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求 怎么 连正大光明的安葬 都不能了吗 我们东家是战死的 是堂堂正正的 就因为我们没有 偷偷摸摸的 做贼一样的安葬他们 我们就有罪了吗 好 如果这是罪 那就抓吧 抓呀 牙医们连连后退 撞上门框停下 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着眼前的人 怎么回事 怎么就说这些了 他们可什么都没说呀 他们扭过头 看着门外的人群 人群已经停下了喧哗 神情愤愤的看着他们 在看室内 大厅里的人也都站起来 而在另一边 范江林看着迈不上前的牙医 伸手拿出一把弓箭 几个牙医 立刻见鬼一般后退几步 将手中的腰刀举起来 虽然过去很久了 虽然眼前不是七个男人 而是一个男人 但当初在这太平军门前闯门的五个泼皮 被当场射死的 太平军有金刚护法的事 衙门里还在流传 范江林 你想干什么 拒捕杀人吗 范江林看着他们笑了 将手中的弓箭伸在地上 我现在杀不得人了 我现在拉不开弓 射不得箭 就是真要杀人 也只能用弩机 他摇头 一面伸手 猛地撕开自己的衣袍 露出赤裸的上身 大厅里的人猝不及防 妇人们尖叫一声 蒙眼住脸 我现在杀不得人 也不会杀你们 我的兄弟战死在西贼手里 我侥幸留得一命 我还留着去杀西贼 我怎么能把剑对准你们 对准我兄弟们 死而相护的你们 范江林慢慢地说道 一面大笑起来 展开手臂 来吧 抓吧 我听你们的 你们说我有罪 我就有罪 抓吧 牙医们呆呆 大厅里的人也都呆呆 看着眼前赤裸上身的男人 看着那身上纵横交错的伤疤 触目惊心 这么多这么可怕的伤口 只有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人 才能有的 每一道每一块伤疤 都是真真实实 没有半点虚假 抓 我按你娘的头 猛的大厅里 有人暴声喊道 同时一个盘子砸过来 有你娘的罪 这一声喊 如同油里倒入的水 让油锅顿时乍响翻轨 啪的一声脆响 刘公氏捂着脸倒退几步 屋子里的官员都垂下视线 只当没看到 但没看到不代表不存在 刘公氏面色赤红 浑身火烧 一旁的财府尹神情意识难堪 看向刘公氏的视线更为恨恨 不管怎么说 他不知情 这也是他的下属搞出的事 尹的高大人屈身来见 浮尹大人可没觉得受宠若惊 他在这浮尹的位置上 才待了两个月 当然全职府城 只不过是一个过渡 他的目标 可是中书正士堂 但如今 却因为这件事被牵连 虔诚未知 方才要不是高凌波出手快 这一巴掌 就是他打的了 高凌波伸手 指着刘公氏喝道 你跟我有仇吗 又或者你收了陈少 多少好处 刘公氏再顾不得羞辱 连连摆手 大人大人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是想为大人分忧 分忧 你这是给我分忧 你这是火上浇油 事情压还来不及 你倒好 竟然去抓人 去把事情往大里闹 大人大人 这件事真不是什么民散 就是一群人抢他家的酒吃的 所以我才想把酒 高凌波冷笑一声 刘景全 你傻掉了吗 就你一个人知道 私酿受酒是大罪吗 当然不是 人人都知道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酒是散的 而不是卖的 吸引民众是一个方面 规避麻烦罪责 也是一个考虑 大人 大人 我知道 这是我想 先把人带回来 先把事情压下来再说 没想到 这几个人 竟然如此 高凌波冷哼一声 没想到这几个人 竟然不是听话 怕官的小明 没想到连一个小丫头 都能把你们套进去 你能想到 借酒抓人 他们就想不到吗 他看着刘景全 刘景全 你还记得当初 中书门下 密格权势刘章吗 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别说刘景全没想起来 一旁的拂隐 愣了一下才想起来 那个先是因为要升官 而激动的中风 后又因为儿子犯事被牵连 削了职丢了绝 灰溜溜的被旅车 拉着回乡 现在不知道是否还活着的刘教理 不过提他做什么 你觉得你如今的地位跟他上位犯病时比 怎么样 虽然自己是近视入关 又在地方任之县通判十年 因为成绩斐然 所以被举荐到京城 但跟中书门下的教理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或许 在等五年六年十年的 他也就能混成一个朝官了 当然 如果他能度过这次危机的话 刘景全愁眉苦脸的摇头 下官自然不能比 你知道你比不得刘章 那你有什么本事觉得太平居 神仙居的那些人会怕你 什么 在场的人都有些惊讶地看着高凌波 这话的意思怎么听起来有些意味深长啊 莫非当初流将里的是 你知道太平居和神仙居的大东甲 是什么人了吧 是龟德郎周甲 高凌波眉头竖起来 呼得哈哈笑了 笑着笑着又停下 看着刘景全呸了声 废物 滚出去 他立声喝道 伸手向外一指 被当众这样骂 再加上那一巴掌 这个京城 他刘景全是待不下去了 刘景全伸手 捂着脸 急步而去 废物 废物 既然连问都不问 看都不看就敢下手 连去的是什么山都不知道 就敢说打虎 你们京兆尹如今 都是这样的废物吗 大厅里回荡着高凌波的骂声 众官员低头 鸦雀无声 高凌波骂够了 也走够了 停下脚 现如今又如何 一个推官 赛福尹的眼神示一下上前 大人 太平居和神仙居都闭门歇业了 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意思 高凌波冷哼一声 不是你们的意思 也是你们的意思了 昨日牙翼到太平居和神仙居闹出的事 送葬的热闹还未散去 又与神医娘子有关 再加上一下子战死五人 还有留有一个遗孤的悲伤结果 这曲折离奇又荡气回肠的故事 实在是太符合说书人讲说了 所以不到一日的功夫 整个京城又掀起一阵新的眼说风浪 大大小小的酒楼茶寺 街头巷尾 内宅大院 又一次满城进坛远茂山 在这一谈论中 官府明显成了对立的欺压小民的一派 太平居和神仙居关门了 虽然对外说家中有事 但看世人眼里 那都是因为官府闹的事 如果说前几日 只是谈论酒和人等事景岁域 那么如今终于牵涉到朝廷官府了 这才是真正的激起民意民愤了 不给个结果 给了定论 就无法收场了 大人 这事儿就压不下去了 府尹迟音以下问道 其实我们也没做错什么 他们算了酒 官府前去查问也不为过 只不过言语起了冲突 把事情说清 就应该能缓一下了吧 事实 高麟波冷笑一声 什么时候正是能靠事实来定论了 他吐口气看着门外 都是靠需要 看陛下的需要 看朝廷的需要 看民众的需要 要给的是他们的需要 而不是事实 没有人关心事实 所以卢斯安才敢上弹河 本来这只不过是 要应对陛下的需要 但没想到 刘锦权这个废物 竟然主动跳出来 被人趁机利用 挑起了民情 这一次看来 运气真的是不在自己这边呢 那大人 难道这要查江文元了吗 这其实不过是一件小事啊 小事 哪一件大事不是从小事开始的 如果不尽快让各方达到需要 牵扯必然越来越大 等着分享这个需要的人 就越来越多 是啊 朝廷的纷争都是从小事开始的 然后便是一波又一波的弹劾 应对 争辩 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 到最后 总有一方必然损失惨重 虽然谁也不想去做失败的一方 但毕竟只有胜负两种的结果 希望是好的 但坏的结果 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又是这几个逃兵 上一次差点毁掉他的安排 这一次又来了 又是他们 不 又是他 他 原来除了会起死回生之外 他竟然还搞出这么多事 如果早知道这太平居 神仙居的真实来历身份 上一次就不会仅仅考虑 他会不会诊治二皇子了 如果那时候干掉他 现如今也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事了 江州傻儿 高凌波攥起手 咬牙慢慢地吐出四个字 江州傻儿 而在另一边陈老太爷说道 只不过他的脸上带着笑 以后京城里将有两个江州了 一个江州先生 一个江州傻儿 陈少侦查递过去 陈老太爷伸手接过 一面白白手 廊下坐着地说完茂园山演绎的小丝 忙扣头退下了 你竟然还想缓一缓 你竟然还想缓一缓 等一等 再让他速不平 也不想想 这女子什么时候等过 陈少笑着点点头 是啊 他不仅不等 还干脆拉了天下人 硬是把一场满城抢酒 变成了满城速不平 而自始至终 偏偏他什么都没说 什么也不说 都是别人在说 陈老太爷笑着 饮了茶 不管怎么说 你都要谢谢他了 卢斯安 更要感谢他 陈少神情复杂的点点头 正要说话 院门外有小丝急匆匆进来 相公 宫中来人 赵大人进宫 陈少看看小丝 又看父亲 来了 不知道是对宫中相照而说 还是对即将到来的事而说 位于正西门的宋家坛子 在京城的酒楼中 排不上名字 今日却迎来了一个贵客 哎呀 半情姑娘 您这大掌柜 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 宋家坛子的掌柜笑着说道 神仙居太平居的婢女大掌柜 可是京中酒楼人家 无人不识的 我们的店关门了 我得找地方吃饭嘛 要一间上房 临街的 掌柜的要说什么 目光落在婢女身后 有一男一女 正迈不进来 少年郎衣袍滑跪 腰间垂下的玉佩 以及随手走动 露出的银线勾织的鞋子 无一不彰显其非富即贵 掌柜的视线 又转在那女子身上 顿时再看不到其他人了 虽然被逆离遮挡 看不清形容 但掌柜的 却似乎看到世间的珍宝 何止大掌柜来了 大东家也来了 那么弄到那茂园山烈酒的机会 是不是也来了 娘子 这边请 她立即肃容 不再调笑 亲自带路 而就在他们迈入店中的那一刻 一辆城外驶来而过的马车的车帘 被一只素白如玉的手掀开了 露出半边清丽无双的面容 姐姐 真的是秦家公子呢 另一边的春林凑过来说道 看着越来越远去的酒楼 眼光闪闪 好久没见秦公子了 还以为忙读书呢 原来是搬美而游呢 怎么也不见来找姐姐呢 是不是忘了姐姐了 休要胡说 她要记得我 才是不好呢 世家子弟 当于希勒 成何体统 况且 她何曾来找过我 不过是偶尔遇上了 就是其他人 相邀同坐 是 秦公子才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你才晓得起 才会忘不掉 马车向城中而去 却见大街上 猛的一阵喧哗 行人纷纷地上 却原来是一骑 急报义兵 纵马而来 这是往西北去的急报 秦氏三郎 看着远去的人马说道 一面回头 看成江娘 室内的成江娘 摘去了蜜里 露出轻荣 自这一封急报传出 这件事 就要开始彻查了 而你 也就要被天下人认识了 成江娘一手拂袖 用筷子夹了口菜 慢慢吃了下去 我一直都在 认不认识 看没看到 那是别人的事 他抬起头 看着秦氏三郎 意识微微一笑 成江娘可没有刻意地要让人认识 又或者藏起来 不被人认识 别人不认识 是他们看不到 就好比自己 自己可是一眼就看到他 认识他了 秦氏三郎哈哈笑了 走过来坐下 对他举起酒杯 家人离弃又如何 京城居大不易又如何 产业被人觊觎又如何 敢在高关口中躲食 敢对泼皮无赖下杀手 风风雨雨 齐驱不平 是他眼中的人事大斗 龙潭虎穴风吹浪打 在他眼里 与平地晴天 又有什么区别 都一样 成江娘端起茶碗 与他须碰一下 抬袖而已 八月下旬的龙骨城 已经有些凉意 一间简陋的院子里 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 徐管狗 这个马掌落上去 真的能在冰上跑得很快 铁匠铺子一般的草棚外 几个冰丁或者蹲着 或者站着 看着草棚里的忙碌的人问道 是啊 草棚里赤裸上身 忙碌着的男人答道 那这个冬天 我们就能踏上两码盒 杀入西贼内附营地了 当然能 男人说道 伸手接过几个铁匠递来的马掌 认真地看了看 又扔回去 后包不够均匀 几个铁匠低着头 回去重新打造去了 而男人则走到保定的马匹前蹲下 动作利索地捞起一只马腿 一手扯过一旁的木针 放上马蹄 那边的手 已经捞起烧红的烙铁烙 虽然如今军马 基本上都是打了马掌的 大家都习惯了看马掌 但亲眼看着打马掌的并不多 这几个兵丁忍不住嘶嘶两声 多痛啊 徐四根抬头看去 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兵丁 身材瘦弱 面色苍白 冰服穿在身上显得很不合适 但他的眼神很精神 还带着兴奋 就好像当初他们兄弟几个 终于得到了门路 进了兵营 穿上发下的冰服的那一刻一样 不痛 怎么能快啊 徐四根笑了笑 落上马掌 这边烙铁才放回去 那边的铲刀就已经夹在叶下 灯灯几下修剪了马蹄 眼花缭乱之中 四只蹄子就这样烙完了 徐大人真是好手艺啊 大家纷纷称赞 徐四根笑着站起来 是啊 徐大人真是好手艺 门外传来阴阳怪气的声音 徐四根脸上的笑沉了下去 大家也都回过头 看着有两三个将官走进来 这是官厅的人 兵丁们忙低着头退开了 徐大人 其中一个将官说的 在大人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看来你在这里做得很开心呐 贝卓官跑 不能与大人们见你了 这是某的分内事 分内事 徐四根掌管勾兵马事宜 却不是真要自己来烙马掌的 不过是被斥责罚来的 徐四根 一个将官沉脸喝道 我们不是来和你废话的 你说说 你最近伤了多少狙马 二十五匹 你还有脸说 另一个将官喝道 迈上前瞪眼 让你管兵马事宜 不是让你来遭见兵马的 不能说是遭见 我们已经打出最好的重铁了 今年冬日的时候 我们的兵马就能跑得更远 二十五匹马 换至无数稀贼的命 值得 几个将官对视一眼 不过这还是真的没办法的事 的确是这小子打出的马掌 而且还真的有用 虽然说以前没有马掌 也能杀敌立功 但如今有了 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毕竟马尔损耗小了 大家能配备的马越多 还像以前那样 在马掌上争辩功劳 已经不合时宜了 在马掌仪式上 他有底气 他们没有底气 在这里好好干嘛 几人扔下一句 掉头就走 徐四根也不理会 继续手中的事 走到门口的时候 一个将官想到什么 又转过头 徐茂秀 他呼的喊道 徐四根的手一停 身子微僵 那将官哈哈笑了 对不住 对不住 你们的名字太香了 我总是叫错 不过 这个徐茂秀 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还是头一次见 因为自己没用 战死了 反而要攻赏的 要是这么说 龙骨城外地下 躺着的多少兵 都要爬起来了 徐四根握着 铁铲的手钻紧 骑上清精爆起 耳边那将官的话 还在继续 我就是看不惯 这种废物 徐四根猛地抬脚 一声大喝 在院子里响起 大家什么都没看清 什么人 这个将官 已经被人撞飞了 但这还没完 那个人紧接着扑过去 全部如雨点般 狠狠地砸下去 院子里顿时乱了 索性很快就被拉开了 那将官的脸 已经被打破了 嘴角鼻子眼都在流血 他抬手擦拭 立刻愤怒地吼叫 就要扑过去 被两三人死死拦住 而另一边 被人拉着的刘奎 脸上也流了伤 哎呀 那将官气得连声吼叫 军中斗鸥 没吼果子吃 对 怎么不能跟这家伙胡闹 他不要虔诚了 破冠子破摔了 咱们可不能跟他一样 大家死死拦住说道 一面右看刘奎 刘奎胡子拉扎 衣衫凌乱 面脸带着酒气 醉眼惺忪 见众人看过来 做事要打 如今 他在军中喝酒闹事 依然不把自己当兵看了 上面已经告诉刘家的人了 也就这几个月 就要打发回去 这一去 可不像上次那样 进京当个寻接的 而是彻底地回家养老了 二次被从军中驱逐 就算在自己家里 也必然将是被人唾弃的废物了 我的拳头打你这废物都丢人 将官指的恨恨扔下一句 被人拉着走了 废物 你这拳头 也就能打打自己人罢了 刘魁喊道 一面冲那群人催了口 别就在这儿等着 等着你来走啊 哈哈哈哈 将官们离开了 围观人对着刘魁指指点点 刘魁魂不在意地擦了鼻子流出的血 看什么看 没见我打架的 再看老子揍你们 围观的人撇撇嘴 一脸鄙视地走开了 疯子 神经病 我能废 滴滴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 刘魁不以为意 低着头在地上乱转 然后发现什么宝妹似的扑过去 原来是一个酒葫芦 他抓起来高兴地擦了擦 打开盖子就大口地倒下来 酒水沿着嘴角混杂着血水流下 徐四根放下手里的铲刀走过去 你真是个废物 当个废物 有什么不好的 刘魁瞪他一眼 对啊 我可比不上徐大人你 一心的埋头弓弹 等着 升官发财呢 徐四根伸手 将他的酒葫芦夺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上 葫芦碎裂 酒水四溅 徐四根 你他娘疯了你啊 刘魁吼道跳起来 一把揪住徐四根 就在此时 门外一阵杂乱 马蹄极响 极报 军中极报 伴着喊声 转瞬过去了 惊中极报 徐四根神情一僵 旋即猛地推开刘魁 冲了出去 看着极报的方向 仨脚追过去 直到看着 直到看着急报 冲进官厅中 他才喘着气 在路边站住 视线游自死死 盯着官厅 你死心吧 刘魁的声音 在后响起 上一次 上一次 你也这么追过来的 这是怎么样 什么事都没有 人家依旧是吃酒 吃肉 都快自在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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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一次 也是这么说 根本就不会成真的 根本就没有 不一定 不一定 徐四根依旧摇头 重复说道 神情坚定 不一定 不一定呢 四爷 四爷 身后传来喊声 以及急促的马蹄声 徐四根有些 不可置信地回头 看到一起 急奔而来 这是梦中 无数次出现的场景 这一次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有人来了吗 是真的成了吗 四爷 大爷的信 来人翻身下马 递上一封信 徐四根咽了口口水 实意地伸出手 一把抓过信 颤抖地打开 范江林十字不多 徐四根也认不得几个字 所以自家兄弟都互相了解 信写得简单明了 一张纸上只有一个字 说 说 可以说了 能说了 又说了 徐四根握着手里的信 一向挺直的脊背弯了下去 只觉得撕心裂肺 不得不伸手捂住胸口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一定能行 妹妹一定能 说 这是什么意思 官厅里 江文元看着手里的文书 一脸愕然 大人 这是让你答复的问题 话音刚落 江文元就将手中的文书 摔在结案上 我回答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好答复的 伤罚不明 探功冒赏 蒙蔽朝廷 我 要我答复这个 什么意思 兵兵背后的哆嗦两下 意思就是 陛下收了卢正对大人你的弹劾 陛下要彻查 茂园山五人之事 但他还是低着头 将来时被交代的话 结结巴巴地说出来 茂园山五人 江文元瞪眼看着眼前的兵丁 恨不得一口吞了他 茂园山五人是什么东西 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人 看文书上说的就是饭石头 徐茂修这几个人 一个幕僚低声的 大人 他们果然 闹大了 那几个人 江文元争了证 想了想 才想起来是什么事 似乎有些不可置信 伸手夺过文书 重新看 茂园山五状势 守城而死 忠义汉天 士夫沸腾 敌民骚动 哀武人战死 无功被墨 江文元刚毕不续人言 致使天子受其蒙蔽 如江文元这等蒙蔽圣聪 狂言欺君之辈 绝不可留 他看到这里 再也看不下去了 再次愤愤地将文书摔在积案上 卢正 老子非要宰了他不可 大人 现在不是卢正的事 关键是那五个人 幕僚急急说道 那五个人 江文元在厅中 来回走了几步 行啊 有点本事啊 竟然闹到京城里去了 他气喘吁吁的 大人 你别后悔 耳边响起少年狼的声音 江文元猛地停下脚 看向厅中 那里似乎有个少年看过来 一脸的倔强 大人 你别后悔 江文元抬脚 将脚边的积案踹开了 好你个姓周的 你们能弹劾 老子就不能反驳了吗 指责弹劾 有比这更激烈的 他江文元一路走到如今 也不是娇嫩地 养在身归里的小娘子 什么严强纯剑没见过 到时要看看 最后是谁后悔 京城的急报 并不是只有江文元 一个人收到了 身为监察使的周凤祥 也收到了 臣接旨 他躬身失礼 看着递过来的诏书 周凤祥有些激动 两年多了 他这个西北监察使 再就要滚蛋的时候 终于能够履行一下职责了 当然 皇帝并没有直接斥责江文元 虽然留下了卢正的弹劾奏章 但发下来的诏书 却只是说 要西北核查 茂园山五人的战功问题 而且皇帝显然考虑到他的立场 所以指命他核查 而文书上报 却要经过江文元的手 既然要经过江文元的手 那就是防备他肆意攻击 当然 如果他真查出什么 江文元也是拦不住的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 绝对是个大大的机会 决定他和江文元 谁去谁留的机会 这一次的去留 必定也要关系 整个西北军政人员的变动 又如同回到了两年前 王布唐案件的那时候 而且决定事件的机缘 都是这茂园山的几个兄弟的生死 只不过不同的是 两年前是为了生 两年后是为了死 命运真是有趣啊 周凤翔有些出神 心情也有些莫名的感叹 大厅里幕僚们嗡嗡的议论 打断了他的遐想 他回过神 来回走了几步 分析如今的事 上一次江文元率人写了 拒绝封赏的奏章时 他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但官员被人弹劾攻击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也没有在意 果然此事过后 朝廷就再次来送封赏 宣告文书上 还用了很多华丽的赞扬辞早 他就以为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 不过过了一个月而已 竟然再次被弹劾 且皇帝还留重了 虽然没有到了直接转发 有私根旧的地步 但这对于财力抗赏过的 西北军将来说 也是极大的惩罚了 大人 我世才已经问过朱都监了 他说并不知道此事 看他神情 不死作为 周凤祥却不知可否 这件事 明面上是因为 茂元山那五人而起的 会为这五个人出头的 在西北 只有周家的小六郎 小六郎在西北这里吃了扁 得罪了姜文元 堵着气回到京城 在那里 没有姜文元的牵绊 所以搞出了这满城盈盈魂的把戏 撞到了冰死的卢正手里 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于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事就闹起来了 这种本来随性而起的事 估计连周家的人都没想到 会闹成这样 更别提这里的周家族众 提前得知了 又或者是周家上下筹谋的 这当然周家的人也不能承认 之所以筹谋 大约也就跟卢正一般的心思 反正周六郎跟江文元有了嫌隙 如果江文元稳坐西北的话 他们周家只怕没有好日子过 既然已经入了死地 干脆发狠 彻底撕破脸 分出个你死我活来 大人 跟周家的确是有关系 但还真不是周六郎做的 另一个幕僚放下手里的信 随同皇帝的圣旨来的 还有各自所属的密探亲朋好友 递来的信件 单靠皇帝的圣旨 是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 这一做法不止他们有 江文元那边自然也有 屋中的人都看向他 是周家的外甥女 幕僚将手中的信推过来 茂园山兄弟们的义妹 义妹 一个女子 大家的神情惊恶 你们还记得传闻说 这茂园山兄弟很有钱吗 那边已经有人拿起信 一面看 一面点头 说是京城什么店铺的东家 传得很离谱 不离谱 他们的确是东家 而且还是很有名的店铺 太平居 听他说出这个名字 在场的人 有忍不住惊讶的嘀唬一声 周凤祥虽然不是从京城来的 但当初在京中等候差遣 也住了些时日 大家对拥有太平豆腐的太平居 自然耳熟能详 这可是个大大红火的店铺啊 对啊 当初那五人 就是从太平居里抓来的 不过当时 大家的心思 没有在他们身上 只认为是伙计打砸的而已 没想到 原来是这般的关系啊 怪不得 都说那茂园山兄弟出手阔绰 而他们这个义妹 就是太平居真正的主人 大东家 不是周家 这一个小女子自己的产业 那边拿着信看的幕僚 已经掀开了口 不是周家 官府报位中已经查明了 周家也不可能让一个外甥女 顶出去做幌子为东家 道理上讲不通啊 还有 不止太平居 他神情惊愕 还有 神仙居 现场惊讶声更大 这还没完 还有一春堂 原来 他就是那个 治好了陈上父亲 又其次回生了 同内汉 非死不治 犯官卖命的神仙娘子 那幕僚接着说道 说到这里 他的声音也变得尖亮 显然惊骇不已 这就说通了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产业 而不是周家 在场的人 都轰的涌过去 纷纷去夺纳信 抢着看 乱成一团 这种失态的行径 周凤祥并没有呵斥 他自己也呆住了 站在一旁 耳边回荡着幕僚们的话 再看着传阅那封信 不时惊讶低呼的人们 我的亲娘老子 太平居 神仙居 宜春堂的大东家 治好了陈上父亲 解了陈少丁幽之侃 救回了同内汉的神仪娘子 茂园山几人的义妹 我的亲娘老子 怪不得呢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周凤祥想起那少年人 曾说的话 对着姜文元说的 被外人看起来 有些可笑的孩子气的话 原来这话 根本就不是赌气的话 而是人家有底气的话 这不是添乱吗 都有这样的妹妹了 还来当什么兵啊 急报引起多少人的愤怒惊讶 一直期盼着的徐四根 反而平静得很 在木尖马厩里 完成一日的公事 也就是落完马掌 日头西沉之后 徐四根直接拎水冲洗了 穿上自己衣裳 走出院门 在街上打了两壶酒 又买了些糖果小食等物 满满当当地拎着一篮子 东绕西绕地 来到一个巷子里 一家门前有两三个小童 追跑嬉闹 院门大开着 徐四根在门前站定 喊了一声刘江歌 院子里一个男人站住脚 带着几分无奈看过来 怎么又是你 徐四根 你回去吧 那件事我真不知道 也没什么可说的 徐四根笑了笑 没有在意他的回避 将手中的酒放在门前 没事 我今日高兴 就打了些酒 也没人可以一起乐一乐 想到你和他们 到底是同袍并肩而战一场 所以就过来看看 他说道 不带院中的人说话 转身就走 看着徐四根离开 院中的人站着没动 神情复杂 屋中有妇人走出来 五郎 又是徐四根吗 男人恩了声 妇人叹口气 哎 怪可怜的 可怜什么 男人高声猛地打断他 战死的人多了 都要可怜吗 既然就是来当兵了 就知道有死的那一天 有什么可怜的 妇人被喊得面色微红 我就是知道有那么一天 所以我才可怜 他这次没有像以往那样 低头温顺地走开 而是抬起头喊道 眼圈发红 我可怜的是当兵的 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天 到时候死了白死 还要被人构险 汐儿不得安身立命 还要被人驱赶而去 所以我才可怜 今日不可怜他人 来日谁会可怜我们 男人被他喊得神情发白 要发怒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胡说八道什么 他喝道 转身甩手进屋子里去了 妇人抬手 愤愤地湿泪 一眼看到门口 放着的两壶酒 他熟门熟路地过去 拿起来 替人们这有什么好处 身个小兵用 还要记得人家的情 又要被猜忌着 还不如 他说道 说到这里 向外看去 巷子里 已经看不到 徐四根的身影 还不如被人记着恩情 狂青出手 他嘀咐一声 看了眼手里的酒 用力地嗅了嗅 带着几分欢喜 出门外喊道 大头 大头 去街上 去街上买些羊骨头来 娘给你们 加个菜 在这妇人 让孩子去买骨头的时候 徐四根 已经转到 另外一家门前 不过 他并没有进门 而是站在巷子里 伸手扶了扶 在门外玩耍的 孩童的头 孩童显然 跟他熟悉了 嘻嘻笑着 并没有回避 门前 有两个妇人 年轻的见到了 立刻戒备地 要起来赶人 却被年长的 伸手拦住 娘 他要是发了狠 恨着咱们小宝可 年轻的妇人 低声焦急地说道 年长的妇人摇头 面游兴生 他不会伤害小宝 更不会害咱们的 他低声说道 看着巷子口 年轻妇人 有些不安地 也看过去 见徐四根 已经蹲下 不知道和孩童说什么 他笑了 孩童也笑了 然后从篮子里 抓出一把糖果 塞给孩子 看着孩童高兴地 举着 跟同伴分发去 他蹲在路边 看着嬉闹的孩童们 不时地咧嘴笑 听说 那死的一人 还留下一个孩子 年长的妇人 呼得低声道 年轻妇人 被针扎了一般 哆嗦了下 转过头 娘 别说这个 他带着几分不安 警告道 年长的妇人 看他一眼 低下头 做针线 不说话了 年轻妇人 再转头 要喊孩子回来 却见 蹲在路口的 徐四根 已经走了 他将张开的嘴 又合上 神情有些复杂 天黑的时候 徐四根的篮子 已经空了 他的神情 带着几分轻松 站定在 穆监马厩的门口 如今 他寄居在这里 当要迈进去 旗内有五六个人 走出来 徐四根 为首地沉着脸道 江大人 要问你话 跟我们走一趟吧 徐四根 神情坦然 点点头 他就这样 转身跟着 眼角的余光 看着四周 明明暗暗的 许多人 投来的视线 直指点点 议论纷纷 问吧 说吧 不怕问 不怕说 就怕没人问 没人说 西北开始 河茶的时候 京城里 浴室台里 也不断有人 被带进来 怎么样 说的没呀 很精神 昨日还做了一首诗呢 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这么英气 还以为最多扛三天 就要哭着写遗书呢 浴室台里 很多人聚在一起说笑 正说着话 见外面有几个人 板着脸 急不进来了 大家忙停下说笑 站着身子 素面正容 视线 却随着那几个人 进了官厅 又抓了谁 他们低声议论 还没说上两句话 就见有几人出来了 传他们进来 一个御史沉脸 对小丽说道 小丽应声是 急步而出 众人的视线 跟着看去 带着几分好奇 又兴奋 皇城外的省寺 珠崖街上 马车缓缓而行 这里的门亭都算不上豪华 反而有些破败 但却带着肃穆而庄严 一路走来 门亭基本相同 只有他们停下的一间门向北开 与其他南开门不同 范江林跳下马 看着身后的马车 半前下了车 扶下成交娘 妹妹 你还是别去了 要怎么说你告诉我 不能行的 成交娘伸手 掀开一脚秘离 露出面容 微微一笑 上战场 血战的事 是大哥你做的事 你来说 迎接哥哥 安葬哥哥们 是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 自然我来说 我们说我们做过的事 我们也不怕他们知道 没什么可担心的 范江林点点头 好 那妹妹你跟着我 二人抬脚迈步 猛地一旁挤走过来几个人 硬生生地撞开他们 范江林 也明手快地将成交娘扶住 一面愤怒地伸手 成交娘抬手 拉住她的胳膊 干什么干什么 这里什么地方 堵这边做什么 那几个人 已经尖声喊道 这是几个皇宫里的内室 范江林和成交娘后退一步 看着他们过去了 没事吧 成交娘嗡了声 手在密林内展开 露出其中被塞过来的一张纸条 她没有迟疑 伸手打开了 春风 别难过 未满 范江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带着几分关切不解 成交娘将纸条叠好 放入袖中 抬起头 走吧 老爷 周老爷书房外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伴着一声喊门 猛地被拉开了 周夫人迈进来 神情激动 打断了周老爷和周六郎的说话 周夫人的视线 落在鸡岸上 那里摆着一张奏章 周老爷手里还握着笔 你要写什么 你要写什么 周夫人急步上前 一叠声问道 父人家 问这个做什么 周老爷沉脸道 你是不是写弹劾奏章呢 你写这个做什么 如今街上人人惶惶 怕被卢正牵连 怕御史台的人上门 我已经打听了 所有的事 人家都认定是那女人干的 把我们家撇开了 你怎么尚敢去作死啊 不信 没那么严重 周六郎的话没说完 就被周夫人杨首甩了一耳光 这一巴掌 打得周老爷都懵了 屋子里一阵安静 我送你去西北 是让你建功立业的 不是让你为了女人 舍家弃业的 你懂什么 周老爷有些羞恼 巴掌打在儿子脸上 就好似打在自己脸上 他伸手拍着鸡岸鹤的 我什么都不懂 可是我懂六郎 他为什么这么做 你拍着良心说 他看向周六郎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女人 你当初会跳出来说话吗 周六郎沉默一刻 不会 你看 你还说不是因为 话没说完 就被周六郎打断了 母亲 她也不是那个女人 她是橙娇娘 她是姑母的女儿 她是我周家的外亲 我们这辈子只能跟着她走 她容我们这种 她败我们也得不到好 如今事情已经出了 不是我们要撇开就能撇开的 就算现在没事 将来也少不得被清算 哪有那么严重 是你们非要往她身边靠 是你们不舍 舍了舍了 也就舍了 母亲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周六郎上前几步 窥坐在周夫人身边 怎么不会有事 闹出这么大的事 被人当刀子时 不管哪个赢了 她都逃不掉一个 忤逆的煽动民事的恶民 朝廷怎会忍受这样的人在 周六郎笑了 母亲 你也懂这个 你还笑得出来 我又不是傻子 我好歹也在境中混迹多年 周六郎又笑了 母亲你放心 他不是刀子 他是打造刀子的人 他可不会让刀子伤了自己 相比于周家的交集忧心 皇宫里气氛一如往事 建安郡王的宫殿里 更是安静和煦 因为昨夜睡得晚 时过早饭 又在院子里追着球 跑了一大圈 亲王便又困了 去睡了 亲王睡了的时候 便是建安郡王 抓紧时间读书的时候 不过这一次 他坐在机案前拿着书 却久久不翻一夜 每一次店外 有脚步声走动 他便坐直身子 直到最后干脆扔下书 走出来站在廊下 殿下 要出去吗 门外随时的内侍问道 建安郡王摇头 不说话也站着不动 就那样看着外边 郡王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这样的沉默古怪 大家低下头 不再说话了 八月末九月初的风 凉凉的闷闷的 在宫殿里外 安静的盘旋 殿门外出现一个内侍 手里拿着一个奏章 笑眯眯地走过来 这是皇帝身边的 从六品的内侍官 见他到来 建安郡王立刻展开笑容 殿下 陛下有份奏章 要你看看 他笑眯眯地说道 建安郡王点点头 转身进门 内侍跟进来 门自动地被外边的内侍拉上 见到他了吗 建安郡王转过身就问 内侍依旧笑眯眯 殿下 咱家办事还不放心吗 别急别急 先接着这个 他将手中的奏章捧过来 一面又啰嗦地叮嘱 殿下 您这样子可不能被人看到 殿下您上次 在陛下面前多说了不该说的话 可是惹到人生气了 要是再被人抓住把柄 那可不得了啊 建安郡王笑了 伸手接过奏章 聊不得就聊不得 这有什么 怎么样 见到他没 见到了 给他了 建安郡王看着他眼睛亮亮 内侍笑着点头 那他怎么样 难过吗 不 不 他就是难过也不会显出来 那他 他什么样 看着眼前少年人明亮的脸 听着他有些语无伦次地询问 内侍有些无奈地笑 殿下 人家少年女郎出门 又是来御史台 怎么能不遮挡得严密呢 建安郡王一愣 玄疾也失笑了 有劳公公了 他再不提半句 内侍反而有些好奇 殿下 您不该问他怕不怕吗 那可是御史台呀 建安郡王笑了 坐回计案前 一面打开奏章 他不会怕 这世上也没什么可怕的 只是 偶尔会难过吧 内侍慢慢地退了出去 店门拉上 而此时的御史台内 台上的御史 看着下面站着的人 面上浮现淡淡的笑意 你们这等平民 白身能站到这里 可是头一次啊 这种地方 只有官身的人才能来 赎金你们也真是实属荣幸了 不过这种荣幸 只怕没人愿意要 御史的相义一收 京堂木啪的一拍 范江林 你可知罪 小民不知 你和卢正怎么认识的 小民不认的 御史台大堂里的一问一答 紧闭的店门 隔绝外间的窥探 因为朝北向 所以御史台的大多数房间内 都阴暗得很 御史中城坐在室内 总觉得今日的御史台 有些不一样 门外又响起脚步声 紧接着是门被敲响了 大人 同内汉来了 话音踩落 门已经被拉开了 一个高大微胖的身影 走了进来 紫门老弟啊 可是许久不见了 爽朗的男生 在阴暗的室内响起 虽然如今自己的官位 比同内汉高 但当初他也是 从汉林学士升上来的 与同内汉关系还不错 只是当了御史中城 要做孤臣 与其他人都疏远了 李紫闻站起身来 对同内汉 露出淡淡的笑容 哼 此话该我才是 钟正兄 如今才是难得一见 我这不是身子不好吗 还是同内汉够干脆 不像前面来的两人 啰嗦好几句 才转了正题 御史中城 微微一笑 与御史台 相隔一段的官厅里 高凌波也正露出笑容 人怕死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连秦皇汉武还想要求仙问道 这神医娘子就在眼前 不是虚幻难寻 大家恭敬相待 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亲随们含笑应声是 来说情的人 来得越多越好 高凌波将手中的奏章 扔在鸡案上 去 街上也添些热闹 抓了神医娘子这么大的事 可是了不得 千随应声是 御史台紧闭的大门 并没有阻止各种各样的猜测的流传 喂 听到没 那程家娘子被抓了 这可真是破天的园区了 战死人了 没有功劳不说 连亲友都要遭殃了 神医娘子 那可是道祖的亲传弟子 他们也不怕被雷劈了 走走走走 咱们去瞧瞧去 说不定到时候 道祖会显灵的 看着不知道 在哪个人的召集下 茶馆里的人 果然轰轰的向外涌去 周六郎放下手中的茶碗 神情沉沉 这四处传说的人 肯定是高麟波的人 这下糟了 前世三郎神情 也是几分忧涩 要是被靠到 生佛之说上 这种民众之心 可就完全变味了 所以他就不该治病 所以他当初 才设下那三个规矩 前世三郎 看着周六郎摇头 凡事有利有弊 总不能 阴烟废食 当初治病对他来说 助力大国弊断 那现在呢 先是因为那战死的五人 人人激愤大骂 对于皇帝来说 并没有什么 但如果是因为神医娘子 而引人人趋之若鹜 那在皇帝眼里 可就不一样了 先后有童家 彭家 还有等等人家 跑去御史台 或明或暗地 打听地话 他们是想要把这件事 推到卢正身上 说成娘子他们 不过是被卢正利用了 此事跟他们无关 陈少点点头 父亲 您也快些去帮他 陈十八娘忍不住插话 陈少看向他 苦笑了一下 高玲玲也正这样想 陈十八娘一争 反应过来 自己的话说得错了 得人恩惠 替人说话 陈老太爷叹口气 天子最怕的 不就是恩惠儿子吗 天下的恩惠 只有天子时的 如果有人想要分一杯羹 就如同他一刀斩杀 那宁德大和尚一般 早晚有人 一刀斩了他 宁德和尚又是什么人 他又是什么时候杀的人 陈十八娘面色惨白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次的事 怎么就闹得这么大了 不就是安葬了几个义兄吗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这就是站出来的结果 你不站出来 谁也看不到你 这话不对 难道人一辈子都能躲在后边吗 他既然敢站出来 自然有站出来的底气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想了 真不知道他这样做 值不值得 这么点小事 缓一缓说又如何 非要如此急躁猛进 大事有大事的值得 小事也有小事的值得 只要自己觉得值得 就值得 陈少校 对陈少校 对陈老太爷失礼 那儿子也去做值得做的事了 看着父亲退出去 陈十八娘还呆呆地坐着 祖父 这么大的事 真是成娘子过一的 他胆子可真大 有时候胆子大 不过是别无退路罢了 陈老太爷叹口气 唉 别羡慕这个 如果可以 谁愿意如此 成娘子心里 还会羡慕你呢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哪里比得了他 自然是 你有的 他没有的 就如同 你羡慕他有的 你没有的那些一样 人人都有 人值得别人羡慕的 别看别人有的 多看看别人没有的 这才是 常怀慈悲之心 自己有的 他没有的 门外传了姐妹们的说笑声 陈十八娘看过去 叹了口气 越想越觉得难过 眼圈不由泛红 本来就没有了 还被夺了去 换作是我 也必然要不计一切 不甘罢休的 小事 意志所在 情之所由 根本就不是小事 是天大的事 他转过头 看着陈老太爷 祖父 我想到给陛下信书 写什么了 陈老太爷有些惊讶 玄疾又笑了 你可别跟着胡闹 能知所为才是值得 祖父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要抄写哪篇佛经而已 陈老太爷 陈老太爷哈哈笑了 我总说你父亲一惊一乍 其实我到底也被你们这些小娘子们行事吓到了 半江林 你就做了这些事 御使看着文力地上来的笔录问道 是 那你是如何与卢正攀连上的 大人 我不认得他 我只是送我的兄弟们回京安葬 御使冷笑一下 你们不是茂园山人吗 京城又不是你们祖籍 隔了一个月跑这里来安葬 他猛地一拍惊堂木 说 谁人牵线 谁人安排 谁人聚众 我 范江林没说话 听堂里想起一个女声 御使的视线 落在一旁站着的女子身上 其实她的视线 一直都看着这个女子 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个小娘子 竟然就是那个神医 谁信呢 怪不得会被传为道祖先人之徒 还有那被普修寺视为珍宝的豆腐 还有京中有名的过路神仙 如果不是周家 那他背后站着的是谁 已经有人去打听他的副族 翻了家状 暂时没什么发现 有待再打听 小娘子站出来一步 对着堂上略屈身失礼 你 你什么 是我要哥哥们回京安葬的 御使冷哼一声 才要开口 承江娘先开了口 是我让哥哥们回京安葬 是我让人摆出路纪 是我散酒俱重 承认得到干脆 御使握住京堂木要拍 没人要我这样做 是我自己要这样做 承江娘看着他 微微一笑 御使可没有因为美人一笑失魂 而是被美人的话说得恶然 手中的京堂木都忘了拍下 你说什么 是我要闹大 是我上达天听 也就是说 他承认京城被掀起的民份 是故意为之了 适才那个男人什么都不承认 而这个女人还没有问 就什么都承认了 御使有些争争 你为何要如此 因为我要争功 御使台里闭门安静 四日朝堂上却是热闹得很 高陵波表里善权 致使朝臣多知而不敢言 江文元等被一指气使 欺上瞒下 有功不上 陛下 曹川河畔赤血尚未消散 今日是大朝会 原本只是走一遍程序 只是谁也没想到 一个御使竟然就在这里开始弹劾高陵波 言辞激烈 神情激动 就差站在高陵波面前指着他鼻子慢了 殿堂中别无声息 只有这个御使的声音回答 但就算低着头 天子也能看到每个人眼中闪烁的兴奋 看热闹的兴奋 伺机也凑热闹的兴奋 就知道会如此 天子的视线 有意无意落在陈上和高陵波身上 见着二人各自神态睦然 似乎泥塑一般无知无觉 谁的主意 是高陵波自无以退为进 还是陈上两败俱伤 也要拉人下马 不管是他们中的谁 天子心里都有些厌恶 这都是那个什么宋藏搞出来的事 神医娘子 这种朝堂诗仪 御使忠诚就不管了吗 有朝臣看不过眼 出声喊道 坐在一旁的御使忠诚 神情目染 风闻奏事 乃御使之责 不能同其他朝臣之礼仪对待 他淡淡伸手指着那朝官 耳退下 不得喧哗 那朝臣气得脸通红 甩袖指得退回去 这边御使的话还在继续 已经开始说到高陵波不学无术 侥幸立身于朝堂之策 不知报天子恩 卢正的事查问得怎么样了 知道再不说话 纵容只会让朝堂变得更不像话的皇帝 终于开口了 打断了御使的话 大朝会上 皇帝亲口问起卢正 也就相当于明明白白地接了卢正的弹劾 高陵波看了陈上一眼 闪过一丝恨恨 逼得皇帝在仲臣面前开了口 大朝会 终于勉强走完该有的步骤 散了 一众生朝官 转入另一个宫殿 开始正式朝议 已经传了那西北茂园山 五人的亲属问话了 御使忠诚出列答道 御使台正在腾超整理 皇帝点点头 伸手按了按额头 李大人 不知昨日有多少人拜访你这御使台呢 御使忠诚神情依旧 欺人 他没有丝毫隐瞒 其中多少是为这成娘子来的呢 这话本来他也可以说 但从御使忠诚口中说出来 效果更好 这个李子文一向孤寒 但正因为如此 有时候用起来 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都是 这成娘子神医之计了得 看来真的很得人心啊 高陵波看下皇帝 虽然早已经知道会这样 但真真切切地听来 以及眼角的余光 扫到皇帝的神情时 陈少的心里还是快跳了两下 陛下 救命之恩当已关切 他们此举反而是人情 如果避祸不问 甚至落井下石 才是其心可畏 高陵波笑了 那么陈大人此时 也是为人情说话了 陈是为人情 殿中的人都看向他 是才御史中会提到曹川河 曹川河当年为何大败 大家都知道吧 当年太祖平天下 一路杀到西贼境内 本可以一举夺下西贼王庭 却因为先前战时的功赏迟迟不到 以至于人心涣散 就在西贼城下 曹川河功亏一篑 大败而归 教化世人 当已忠义孝替 但民智未开 却多是看重财帛利益 朝廷对将官 可以直为前程束缚 但对于下层兵丁 却不能当以同代 肖之以礼 幼之以利 无往而不利 如今此事论的是江文元行事是否妥当 是否有功不查 此关乎兵士们的切身利益 关乎他们是否对朝廷产生怨分 这是人之常情 而兵士的人情也事关国事 所求不满意时不平 难道就可以煽动民众 要挟朝廷吗 高凌波冷笑 难道朝廷是不为民做主的吗 农家妇人丢了一头猪 都知道去敲登文谷 难道这个治得了不治之症 开得了十四九楼的 亲父为权之舟 旧父为归得狼将的神医娘子 却不知道怎么夙冤屈 这么说 高大人也知道他们有不平了 他们有没有不平 本官不知道 不过看起来陈大人有不平啊 李子文 一直沉默的皇帝忽然开口了 打断了殿中两人的争执 御史忠诚站出来一步 应声势 问他怎么样 御史忠诚应声势 从袖中拿出一张文书 你说 朕听着呢 大家也都听听 皇帝没接 连接都不愿意接 可见心内的厌恶 高陵波眼中闪过笑语 对面陈上的神情木染 范江林言道 他们随将官方仲和 要绕过林关寨时 呼吁西贼王师 本是寡不敌众 但为了给后方布阵防备 拖延时间 便以不到两千众 守城迎敌 说好守城一个时辰 却不想半路 方仲和弃逃 他们兄弟 和其余被遗弃的兵士 坚守此城 在烧城的时候 西贼攻破城门 李子文略有些生硬的声音 在殿中回答 这是大家第一次听到 有关这场战事的细节描述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战事是残酷的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那又如何 他们这些能站在这里的官员 要考虑的难道是这些吗 他们要考虑的 只是结果 胜了还是败了 至于怎么胜 怎么败 都无关极要 高凌波嘴角一丝浅笑 接下来是不是该描述 怎么样的战况惨烈 他们多么的英勇了吧 然后 他就被西贼的重箭击中 跌下城墙 晕死过去 后被前来接应的援兵救活 留得一命 御使忠诚说道 然后放下手里的奏章 表示说完了 满场的人有些恶然 就这样 李子文又认真地拿起来 看了演奏章 确认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 他是半路晕过去的 侥幸得了一命啊 那他要干什么 没死成 也要抚恤吗 因为将官跑了 所以就是他们死伤了的罪魁祸首吗 殿中 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两边的御使站出来 呵斥一顿 殿中才安静下来 那位成娘子呢 他又怎么说 皇帝开口问道 这种事 可比大臣们吵架 听得有趣多了 大皇子兴致勃勃地 看着御使忠诚 想到什么 眼角的余光 看向静安郡王 别的时候都精神的 静安郡王 此时神情 却有些暮暮 御使忠诚 看了演奏章 他说 他要 征功 他说要征功 大殿里 再次静默一刻 这女子说要征功 不是只是无辜的 要迎接安葬弟兄 不是只想摆场面 闹阔绰 做丧事 没想到 会引起这种事 不是他无意的 无心的 而是他有心的 有意的 他要征功 大殿里再次哗然 他挣什么功啊 死战不屈的人 多了去了 哪有这样的 他有钱能造势 就能这样肆意妄为吗 要学名义 两个御使不得不再次出声何耻 让殿珠安静下来 龙椅上的皇帝倒是微微一笑 承认得到干脆 看着皇帝的表情 才听了皇帝的话 高凌波和陈少眼神都微变 皇帝就是这样 喜欢这种 你们做什么我都知道 休想欺瞒我的感觉 如果这女人一直喊冤说无辜 皇帝只会更生厌恶 但如果他承认了 虽然坐实了要挟民意 为己用的定论 却让皇帝的厌恶稍微缓和了 不过也只是厌恶 伤缓而已 坐实了这个名头 不管卢正的弹劾结果如何 他的罪名是逃不了了 陈少宁住眉头 这个小娘子啊 偏了命 也要为那几个死难的义凶薄公 就算拿到了功名 又有什么意义 不过是出口气罢了 如此名望好好利用 本该大有好处 这么一闹 宁却忘成了他的累害 到底是女子心性狭隘 意气用事 传他来 朕要问问他 要撑什么功 要什么不平 死言一出 殿中的人皆惊 不必下不口 此等彼付岂能纵容啊 没错 他如是敲灯文骨 陛下道可以见 却仗着神道之言 煽动民意 勾结官员 诽谤构陷边疆 岂能纵容啊 官员们纷纷说道 朝堂上再次喧嚣混乱 御使这次呵斥了很多次 也没能让大家安静下来 正因为他是如此 朕才要听他说 朕让他说 朕不仅是要给他一个交代 也是给民众一个交代 也是给被构陷的官员 一个交代 虽然官员们还想要反对 但皇帝心意已决 得到命令的小皇门们 飞跑去传人 而皇帝也趁此略坐歇息 皇帝回后殿歇息 官员们只能等候在前厅 虽然御使在一旁站着 但也挡不住大家站着轻声的议论说话 每个人神情都不同 有兴奋的 有漠然的 也有优色的 显然都猜测了皇帝这个决定 将要产生的后果 楼正完了 高陵波神情带着几分轻松 其他人也点点头 陛下 这是要学太祖哦 朝堂上议论纷纷 朝堂外亦是躁动官 朝堂上发生的事 瞒不住人 更何况 又是这样稀罕的事 很快就在有些人中间传开了 当年边将宋明 有功硕硕 为人暴虐贪毙 在治下横行 抢夺人钱财妻女 贝小民 来金敲了灯文骨 太祖亲自召见此民 因为身份的便利 秦师三郎得以坐在父亲 官厅外的隔间里 一面对周六郎说道 周六郎神情沉沉 虽然端着茶碗 但半日没有送到嘴边一口 显示了他心情的紧张 他能借着冥王 要挟民意 陛下自然也能借着他的要挟 来博得民望 不管怎么说 陛下肯接见成娘子 已经让民众很满意了 至于能不能得到功赏 本来就不是民众在意的事 他们只是在意这件事而已 然后陛下 会轻描淡写地斥责江文元安抚军心不道 让西北军 为死难的兵丁 再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祭祀 民众就更得到安抚 江文元也更为感激陛下的回护 上下 皆敢赞与陛下宽厚仁慈民君 至于卢政 先是擅发马帝 又夸大民意构陷功臣 愚弄朝廷 陛下仁慈 不杀文春 但只怕 他也没命 走到南州去了 这么说 徐茂修他们还是什么也得不到 秦师三郎看了他一眼 我觉得他们已经得到了 晚成静台冒元山 连皇帝也亲口过问 不得功 也是大功名了 周六郎沉默一刻 放下手里的茶碗 你说的不错 但我觉得结果不会如此 难道他这样忙一场 只是为了成全别人吗 他是那种人吗 做这种事本就是白忙一场 高陵波低声笑道 看着对面的陈少 见他神情不喜不怒 但眼神中却带着几分轻松 怎么能是白忙一场呢 陛下是学太祖 那也就是说陛下认为 江文元有过 陈少看着他 亦是笑了笑 高陵波笑意更浓 沐秀于林 风必摧之 兴高于人 重必飞之 江文元坐镇西北 事物繁杂 稍有漫代兵丁之心 只能说是考虑不周 算什么大过呢 这种过 对于皇帝来说 反而是好事 安抚军心的事 让皇帝来做 比江文元来做 要合适得多 陈少议是笑了 如果他犯的 不只是这种过呢 不只是这种过 还能有什么过 高陵波皱起眉头 还要说话 御史在上 重重地咳了一声 城市女来了 殿中的官员 都安静下来 视线看向门外 远远的空旷的宫殿前 有一个小黄门 引着一个女子 正缓步而来 因为面圣 卸下了秘离 撤去了罩袍 只穿着素色衣裙的女子 似乎瘦了一圈 在四周高大的 重重宫殿映衬下 越发显得渺小瘦弱 这就是那个成娘子吗 在场的人 除了陈少 都是第一次见 不由都眯起眼看去 木鸡在青石板上 发出哒哒的清脆响声 这声音在电隔间 穿梭回道 阿宝 他回过头 看着身后站着背对日光 背阴影笼罩的高大的男人 阿宝 这大周朝的废都虽然只剩下了这些台积残殿 但看得出当初见得真不错 男人展开手臂 指着两边笑道 清亮的声音 回荡在荒凉空旷的宫殿里 忽远忽近 哪有那么好 比不上将来你的家 他展颜笑道 身后的男人笑声更亮 宠他伸出手 一声轻壳 在耳边响起 成交娘抬头 看着面前正回头的内侍 再看两边重甲持戈的护卫班值 带着几分警告 别怕 问你什么就答什么 内侍接着叙叙叨叨 对于这小女子突然的停下 并没有什么惊讶 初次面胜 就连那些得到觐见的官员们 都会惊慌失态 更别提一个小娘子了 这个小娘子原来这么小啊 听人说 神医娘子总觉得应该是七老八十 岁不计也该二十多岁 没想到从御史台引来的 竟然是这么个小丫头 十六还是十七 成交娘略低头失礼 看着四周高有十丈的层层电格 蜈蚣花草埋幽静 尽带衣冠成古秋 阿芳 我做的是怎么样 女子的笑声咯咯响响起 骗子 我虽然不爱识词 但不是不知识词 骗子 不 没有骗子 自是当时天地罪 不关秦帝 有山河 成交娘 看着眼前的南南 你说什么 内侍 微微轻深 不带成交娘说话 她又带着几分警告 在宫里 不问不得答 成交娘再次失礼 没有说话 原来这么小啊 店内的官员们收回视线 看着是被吓到了 不过怎么有胆子闹出这种事 不少人低声议论 御史门又警告两声 让大家安静下来 要说没人在背后叫唆 才怪呢 虽然已经得知这小娘子的年纪 但真真切切看到的时候 高凌波还是发出了一声 太小了的感叹 如果不是打听到的那么多消息 千真万确 他真的没办法相信 有人会扶持他 也不敢相信 这小女子也能有本事 被人扶持如此 也许 这就是刘教领 马师前提的原因吧 这么个对手 实在是太容易被侵蚀了 他微微皱眉 视线有意无意地扫过陈少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给陈老太爷治病的时候 就搭上了吗 要是真能挖出些什么 单凭这神医娘子 外传的盗祖弟子 就能将陈少赶出京城 但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 自始至终 那娘子从来都不承认这种传闻 而且还急流勇退 只留下神医的名 却没有遍地升国 让人抓也抓不出把柄 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好的机会 可不能浪费啊 高陵波宁眉思索 对眼前的事 倒不怎么在意了 眼前的事 已经不算事了 盛举已定 走到殿前时 那女子 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 站定在廊下一侧 内侍从侧门进去通病了 建安郡王在内站着 眼角的余光看着殿门 以前他还觉得上面的雕花镂空不好 冬天冷 夏天热 此时此刻 却觉得镂空还是太少了 要是再多一些 大一些 就能看到其后的人了吧 害怕吗 应该不会害怕的 就如同小时候 他跟随父母第一次来皇宫的时候 见到那么大的宫殿 那么多护卫 以及那么多人 真是很害怕 后来当父母将自己 送到宫里 女官怀里 头也不回地离开时之后 他就不再害怕了 当你尝过最害怕的感觉之后 这世上便没什么事 能让你害怕了 似乎过了很久 又似乎过了没多久 那边传来皇帝的命传的声音 脚步声响 是那女子从侧门走进后殿 隔着扇门 这边的人虽然不能看到 但能听到那边的说话 有几个官员 便忍不住向隔扇门边走了几步 最终在御史的瞪眼下停下脚 你越盗走的事 是真是假 皇帝的声音传来 上这边的官员们有些恶然 就连御史中城都皱起眉头 没想到皇帝第一句话 竟然问的是这个有些儿戏的话 不过这个儿戏的话 可不好回答 殿中除了大皇子面带好奇兴奋 其他人神色都有些紧张 说是真的 那就是怪力乱神 胡言乱语到皇帝面前了 不用皇帝开口 大臣们都能让人把他推出去斩杀了 说是假的吧 便是他明知道这种传言存在 却不辟谣 亦是妖言获重 怎么说 怎么说呢 但又不能想太久 否则军前奏队 唯唯诺诺亦是心思不正 这边的人 只觉得一息之间 那边的女生 便想了起来 民女知己不知人 成交娘低头 再次跪坐失礼 简安郡王嘴角浮现一丝笑 但很快低下头隐去 皇帝抬起头 看向面前跪坐的女子 也不由如同他的朝臣般 发出一声感叹 这么小啊 然后他就看到他的仪态 虽然垂着头 但跪坐的笔直 肩章背挺 众臣高官 威仪自身 平常人见了都战战兢兢 更别提见一次天子了 每年电视大选上总有共生做出丢人的姿态 而眼前这个小娘子 虽然规矩端坐安稳 却形容自在 向游新生啊 这女子果然了得 确定了这两个印象 皇帝就垂下视线 那你自己呢 民女遇到的是人 不是仙 果然是有师父的 隔膳门外的官员们 忍不住低语 少不得引来御史的再次呵斥 皇帝对于这个回答 没有惊讶 通过皇城司 他能得到京中的流言蜚语 陈少当年在病州寻找成交娘之师的事 自然也知晓了 外边的官员们不知道 并不是陈少做的隐秘 而是根本就没人在意 就在这几天之前 谁会关注这个小娘子呢 你师父是什么人 民女当时混沌未开 如果不是陈大人寻找 都不知道 世上有这个人 待得知的时候 人已经过去 连姓名都不知道 只留下一句当头伴鹤 让民女警示 留下什么话 皇帝好奇地问 外边的朝官们 也很好奇 这一次 对于那些 又往扇门边挪了几步的朝官 御史都没有何耻 他们也侧耳静听 你是谁 那封差点让他陷入混沌 再写不过来的信 此时此刻 就在他的心口放着 虽然不知道 是谁留给他的 但可以肯定 是这世上 唯一知晓他来处的人 自从恢复记忆后 他狠狠地限制着自己的思绪 每每只认准一事而去做 比如寻找杨家 他就一心地寻找杨家 别的事 以前的事 所有的事 他不去想 因为他怕想了太多 自己就乱了 想来也没有用了 知道自己是谁 就足够了 成交娘垂在膝上的手 动了动 最终克制 没有去按心口 没错 他知道自己是谁 就足够了 我是谁 当听到这个回答 外边的官员有些蒸蒸 这是什么当头棒喝 大皇子再忍不住嘀咕一声 陈少看着他神情肃正 这当然是当头棒喝警示之言 圣人夫子穷起一生 经义书卷泱泱无数 说到底都是一个目的 那就是明智 知道我是谁 记得我是谁 这句话说来简单 答来不易 做到更不易 大皇子心里要撇嘴 但陈少曾经当过他的老师 对于老师是不能不敬 他躬身应声事 这边大家继续听 却听那边室内沉默一刻 退下吧 此言一出 大皇子一愣 怎么不说了 还等着听那些传闻呢 这可比听朝官们吵架 有趣得多呀 怎么才开始又不说了 这次老师陈少没有回答他 因为成侍女可恶 叫她进来已经足够了 足够给看天下人看了 看一看就足够了 皇帝怎么可能对这个要贤民意 要挟自己的女人废话呢 殿下 子曰人之无恶 胜于盗窃者 这个城市兴达而险 行辟而尖 这种人绝不可用 也不可纵容 高陵波尊尊说道 子曰 大皇子眼就发亮 终于找到他能说的话题了 一曰兴达而险 二曰行辟而尖 三曰严尾而变 四曰记仇而搏 五曰顺妃而择 高陵波含笑点点头 殿下惊使自己记得降熟 出处示意信手拈来 真是聪慧 大皇子带着几分坚持 又孤傲笑了 欲献均于不义 这就是恶人 大殿里已经没有人还像 适才那样好奇地听了 对于这个结果 大家心里都早猜到了 适才好奇的不过是 仅仅对这个成娘子本人而已 陈少可以暂时不考虑 西北周凤 想滚蛋之后 要安排哪个人去呢 因为王布团案件 牵连扁曲的将官们 也该往回调动一下 高陵波的思绪已经飞到别处 他可不担心那女神 在皇帝面前强行说话 或者说巴不得他这样说话 最好冲皇帝大喊大叫 营民白身此举 是可以被殿外的班职们 当场诛杀的 要是真死了更好 到时候直接说 他是被卢正陈少鼓动欺骗 将民意转到他们身上 不用自己出手 陈少都得请辞 他眼角的余光便看向陈少 陈少神情依旧 就在这时 另一边一阵疾风 脚步声响 高陵波下意识地转头 见建安郡王竟然迈步 越过格扇 冲进了后殿 这个混账 高陵波心中大怒 大胆 无诏而入 他喊道 带着难掩的愤怒 殿中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 耳边高陵波的声音未落 那边建安郡王的声音响起来 城市 既然你谨记此言 那又为什么做出这等荒唐事 朝廷自有律条在 你有不平 你有怨分 为何不依规矩而告 你自己尚解知道立下三个规矩 就连皇子也不肯救治 那又为什么要无视朝廷的规矩 不是天下的规矩呢 既然郡王认识这个城市 大家心里都知道 当初带着庆王离宫外出寻医 第一个寻的就是这个神医成娘子 当然结果也看到了 庆王依旧吃傻 据说这神医娘子用了三个规矩 拒诊了庆王 到底是因为规矩而不治 还是不能治 得知这个事之后 官员们也都私下里想过 越想越觉得 这个是说不清的答案 如果说他是因为规矩不治 这可是皇子啊 治好了一辈子富贵无忧 什么规矩能抵得过这个诱惑 如果说治不了 可信吗 到底如何 只怕只有这位娘子自己心里清楚了 但现在看来 靳安郡王必然是不信的 站出来呵斥这个城娘子 是因为想到了求诊被拒绝而产生了怨气吧 御使忠诚自然也冲过去了 无诏而入 当之失疑之罪 高陵波已经站在靳安郡王面前大声喊道 气得面色胀红 军前何敢喧哗 当之失疑之罪 御使忠诚冲着高陵波大喊一声 高陵波面色更红 瞪眼看着李子文 恨不得咬他一口 尔等要如何 李子文没有看他 而是看向身后鹤头 身后试探着想要趁乱也进来看热闹的官员 只得缩了回去 老老实实地在隔膳门外站好 李子文这才看向靳安郡王 靳安郡王军前失疑 臣请致大不敬之罪 皇帝坐在龙榻上 神情看不出喜怒 靳安郡王似乎没看到殿中其他人 只是看着已经起身要随内侍退出的成交娘 你不是讲规矩吗 你不是要守规矩吗 你如今为什么不守规矩 无要治你的罪 他喝倒 伸手指着成交娘 神情激动 似乎不可抑制 民女没有不守规矩 成交娘屈身失礼 你这是守规矩吗 守规矩你为什么煽动民众 而不是敲灯闻骨 住口 还不退下 我 靳安郡王依旧看着成交娘 伸出的手紧紧地攥起来 我不甘心 御事忠诚还要说什么 皇帝开口了 是啊 城市 你这样 怎么是守规矩 民女俱众 安葬义兄们 就是为了引起民众注意 以求不平 上达天厅 而果然有位官员 看到了民女的诉求 为民言事 乃是官员该做的 这不是依着规矩吗 看 看哪 什么叫言伪而变 今日可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高陵波冷笑 而靳安郡王则笑出声来 那你不平的规矩呢 每战必有伤亡 兵伤不可避免 那些战死的战伤的无数 怎么就你们偏偏不平不服 既然如此 当初为什么要去当兵 是啊 我们有钱 可以在京中做个富贵翁 那又为什么非要去当兵呢 皇帝皱眉 这就是你的所求 有钱了 所以还想要明 皇帝主动开口了 不是方才为了给靳安郡王解围的开口 这是他自己要开口询问了 还是勾起了皇帝的好奇心 有人好奇 才会去了解 这不是高陵波想要看到的 只有生艳才会远离 越远离才会越生艳 好容易用生艳压住了皇帝的心思 这个女子奸诈 多跟他说一句话 就会多被他蛊惑 都是这可恨的靳安郡王 给了这女人说话的机会 没错 靳安郡王根本就不是什么怨愤 而是跟陈尚一样的为人情 跟那些去御史台打探 说好话的同内汉等人一样 为了人情 为了讨好这个女神为用 又或者是陈尚和他提前串通好的 他们什么时候串通起来的 靳安郡王竟然敢勾结大臣 高陵波脑子一瞬间思绪乱纷纷 他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 耳边那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是哥哥们的所求 求报国之名 会血刷逃兵之辱 会死得其所之名 报国 不过是贪功徒利罢了 贪功徒利又如何 他们一则上了前线 二来奋勇杀敌 不退不逃 也为国捐躯而不惜 这种贪功徒利 朝廷不喜 难道是喜欢无欲无求的将兵吗 就知道不能让这女人说话 高陵波心中暗恨 既然如此 你还有什么怨愤的 因为不公 到底何为不公 别人没死 你们战死了就是不公吗 不是 因为活下来的人得了功 你们就要征功 不是 成事 你可知道 你这几个异兄抚恤比他人重 知道 到底有什么不公 又要征什么功 因为无功还能征功 有功自然也能征功 功不功的 官府说了不算 你说了就该算吗 我不信官府 官府如何信你 官府朝廷不用信我 信该信的人 谁是该信的人 身在室中的人 谁是身在室中的人 你那个云子侥幸 逃得一命的义兄吗 是 他与你有亲 难以扶重 你们亲亲相也 如何扶重 那就找于我无亲的 西北身在室中 愚众甚多 总有朝廷能信的吧 伴着这个女生的落地 殿内呼得安静下来 阁扇门那边的官员们 也不有摒弃 这小娘子胆子可大呀 跟皇帝应对 没有丝毫的胆怯 而皇帝显然还没有被激怒 要不然也不会这样 一句接一句地问下去 这么说 西北也有美酒了 欺负 没有 承江娘的神情 声音始终未变 所以陛下能信吗 要挟 皇帝看着眼前这个女子 呼得笑了 隔扇门后的陈少 轻声叹口气 虽然她看不到 她也能感受到 皇帝此时的愤怒 朕能信 不过 你信不信西北 身在势中的人呢 民女自然信 如果西北核查兵重 我义兄们抚恤得当 此得其所 并无不公 民女既然要万民听我诉 必然还要万民听我告 怎么告 民女自罚天雷灭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愣了下 就连高凌波 也难言几分惊讶 天雷灭 被雷劈死 那倒真是自罚了 只有十恶不赦的人 才会被雷劈 如果死在雷劈下 自然就不会再被民众信服 但是 引雷劈 谁知道什么时候有天雷 让雷来劈你 雷一日不来 或者来了劈不死你 倒是老天的过失 与你无关了 陈娘子这样说 真是得道家真传 连自财都这么高深莫测 皇帝神情默然 没有说话 高大人知晓 民女略通天象 何时有雷 何时引雷 自有知晓和安排妥当 高凌波再次笑了 还说不是故弄玄虚 起死回生也罢了 如今呼风唤雨都出来了 这女人疯了 不管最后西北那边核查 什么结果 在皇帝面前如此嚣张 她都死定了 高凌波看着眼前的女子 自从殿外一撇之后 她第一次正式看她 小女子窦寇年华 貌美如花 端庄站立 跟自己府中的女子们 没什么两样 直到她的视线 落在小女子的双目上 这一双目 初看妙丽 再看幽暗 三看深沉难测 这绝不是一个小娘子 该有的眼 莫非 真的是遇先了 要不然 哪来的这样的张狂 这样的胆气 就靠陈少给的底气吗 准 皇帝开口说道 尖口欲言 落地成地 成交娘俯身贵坐 三寇九拜 一板一眼 连最挑剔的御史忠诚 都挑不出一丝错 一层层的宫殿 慢慢地退在身后 内侍的视线 几次回头 落在成交娘身上 真是奇了 这小娘子 步伐稳重 进宫的时候 没有变 出宫的时候 也依旧如此 虽然殿中的事 刚刚发生 但他们这些内侍 已经知晓了 这娘子敢和皇帝 打赌赌命 不过其实 这也没什么 说难听点 天下万物的命 都在天子掌控中 根本就没有可赌性 小娘子 你哪里来的底气 内侍忍不住 开口低声问道 成交娘看她一眼 微微一笑 哎哟 这小娘子还会笑呢 因为我姓公道 公道 内侍低头 应声是 公道 这天下 他就是公道 没有别的公道 皇帝将手中的奏章 扔在鸡岸上 锦安郡王呢 他想到什么 又呼地问 一个内侍上前 欲言又止 说 郡王在 在山上坐着呢 内侍低头说道 自从庆王出了事 眉山 已经成了宫里的忌讳 轻易不敢提起 因为庆王是为了折眉 才出事的 大家连眉都不敢说了 各宫里 也没人敢摆放梅花 皇帝沉默一刻 摆摆手 内侍低头退了出去 宫殿里 层层围杖落下 我一向知道 这个小娘子胆子大 可是没想到 她的胆子 大到威逼皇帝的份上 这不是大 这是偏激 陈绍青叹一口气 毫无生路的骗击 其实 这娘子 一直以来 不都是在和生路相斗吗 引雷杀人 夺人生路 夺己生路 起死回生 夺人生路 夺己生路 太平居前 光天化日 连杀五人 她一面说 一面转头 看着身后的屏风 逼死留教理 说服张江州 射杀一战黑心力 散财 拉垮富足家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明明白白 毫不掩藏 这强硬狠辣 非死 急生的性格 也就是这两年 她先是四处游历 后又折服不出 你就忘了吗 陈绍苦笑了一下 不是她忘了 是见了这娘子 都会忘了 或者说 不会相信 那么一个年轻的端庄文雅 几乎不说话 怎么看 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 规格女子的她 怎么会是那样的人 是的 她不说话 只动手 折服两年 一出门 先是斩杀了大和尚 麦进京 就掀起掏浪 看起来端庄手里 说起来规矩万全 但她的规矩 却是不管对手是谁 只要惹了她 就不分猛兽还是弱虫 都要毫不犹豫地 拍死打烂 狠 对人狠 对自己狠 这一次她断自己的生路 也不知道要断了多少人的生路 陈老太爷 沉默一刻 抬头看西北 西北那边 你有多少把握 她可不在西北 跟京城不一样 她的手伸不到 事也亲自造不了 假于他人之手 到底变数多 我说实话 没有多少把握 但我觉得 她胜券在握 大概是因为 她从来没让人失望过吧 那么这一次呢 就在他们父子俩 看向西北方向的时候 京中很多人 也都抬起头看过去 这一次成败 就在西北了 江州 秋日的雨 稀稀利利的 一直未停 程四郎撑着 在巷子口迟疑一下 每次想要出来走走的时候 都会走到妹妹这边来 虽然妹妹并不在这里了 马蹄声在背后响起来 嘚嘚地敲打在雨中的青石板路上 光听着声音 就知道来人是谁了 据说这是京城如今 最实行的马蹄铁 钉或者烙在马蹄子上 就能保护马的蹄子 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由曹散财曹大管事 第一个在江州用之后 如今很多人家都琢磨着 也要给自己的马掌上这个 只不过一时铁匠铺子 还拿捏不准 不像曹散财那样财大气粗道 直接从京城买了两个马掌师傅来 四郎君 曹大管事喊道 伴着这喊声 成四郎忙转过身 曹管事莫有多理 但还是晚了 穿着上好的油布雨皮 带着斗笠的曹管事 恭恭敬敬一板一眼的实力 没有丝毫的懈怠 四郎君来得正好 我心得了好茶 雨天正好贫贫 他礼弊才笑着说道 成四郎略一迟疑 便点头应允了 妹妹在京城还好吧 放心 我家娘子哪里有不好的时候 他可有烧了书信来 四郎君 我家娘子不爱说话 也不爱写信 那倒是 二人一边走一边说话 才到家门口 就见两个妇人打着伞 陪笑接过来 我不是说过了 要钱不可 陪我们家娘子允许才成 两个妇人 气气安安的 也不敢多说 起身走了 是 是二夫人要钱 说是给二老爷用 曹管事蛮不在乎的说道 二老爷又到了三年任满 掉任的时候了 所以要走动走动 四郎君 请 曹管事的说话 打断了成四郎的念头 他笑着点头 迈进门 不给 要他家娘子允许 成二夫人看着仆妇们 仆妇点点头 呸 这时候就要你家娘子允许了 往日你看个戏高兴了 往台上撒钱 怎么就不用你家娘子允许了 还有 什么你家娘子 是我家娘子 他愤愤地吐口气 端起肩案上的茶碗 吃了口 又一口吐出来 什么茶 是人吃的吗 仆妇们低着头 不敢言 如今的家里 比不得以前了 又不能分家 受着他们拖累 成二夫人在屋子里 来回踱步 一面愤愤不停 去 给大夫人说 快些把钱给二爷送去 耽误了前程 他们当得起吗 仆妇们忙起身出去 一面走 还一面听得二夫人的声音 如今家被他们败坏了 就靠我们二爷了 还不也名手快些 难道害得我家二爷前程没了 他们才高兴 仆妇加快脚步走远了 我知道了 面前的仆妇 却没有起身退下 大夫人 可是要快些 他们低着头说道 看着仆妇这样的态度 前一段 成大夫人还会恍惚一下 现在 则已经习惯了 去吧 成大夫人拿下库房的钥匙 递给一旁的管事娘子 支了钱 都给二爷送去 管事娘子 神情有些迟疑 她要说什么 成大夫人摇头打断了 她说的对 前程要紧 要是连前程都没了 那可就真没了 管事娘子应声事出去了 如今家里的仆妇丫头 变卖不少 此时人退出去 里外都安静得很 成大夫人 有些呆呆地看着急案上 她正在翻看账册 看看家里 还有什么能变卖的 她的视线 落在账册上 这是很久以前的路册了 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浮现在眼前 周歌娘 成大夫人伸手 慢慢地俯上去 我听大嫂的 大嫂你说 我来坐 耳边有响亮的女声说道 虽然也是按规格 女子教导的 但到底是武将家出身 总是带着几分粗糙 那时候 她心里总是有些嘲笑 看不起 不会说只会做 后来取了这个续弦 知书达理 书香人家 文文雅雅 能说会道 怎么看都舒服 如今看来 能说的又有什么好 只会对着自己人耍横 而当初歌娘 只会对着外人 维护自己 程大夫人伸手 抚着这个名字 眼泪忍不住滚落 大嫂 大嫂 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 我死了 娇娇儿可怎么办 大嫂 我想我好不了了 程大夫人俯身 在街案上哭起来 要是歌娘还在 要是歌娘还在 该多好 厅内传出咳嗽声 程大夫人 慌忙停下哭 胡乱的擦泪 起身向内 老爷 你醒了 却见卧榻上的 程大老爷 早就醒了 手里还拿着一卷册 没睡 没睡 那就是刚才的事 他都听到了 程大夫人坐下来 抬手失泪 程大老爷也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手里的卷册 程大夫人哭了一会儿 也不哭了 问他看的什么 族谱 看这个做什么 程大老爷笑了笑 伸手指着旗上 你还记得 父亲当初 怎么给他 起的这个名字吗 程大夫人愣了下 谁 他侧身看去 程房 程房是谁 他的视线再向上 看到程二老爷的名字 顿时觉得心口一闷 老爷 你别看了 也别想了 他又流泪了 程大老爷笑了笑 为什么不看 为什么不想 真真切切 存在的事和人 不舒心难过 不看不想 就不存在 就能过去了吗 越是遇到这难处 也越要认真地对待 不逃 不必 程大夫人 失泪 有些无奈 可是大夫说了 你这病 不能生气 看一次 被那女人 气一次 非要气死了 才算好吗 程大老爷 没理会他 依旧看着 卷子上的名字 程房 当时本是 给男孩子的名字 明亮 光亮 父亲知道 我平庸 二弟 也不过是寥寥 所以 咱们程家的前程 就要看着 下一辈了 程大夫人文言 流泪更凶 可是咱们家的前程 却是毁在他手上了 不是 不是 程大夫人流泪叹呐 瘦了一圈 原本带着病态的 程大老爷 好些日子不言不语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还说 要请大夫来瞧瞧 这事 疯癫了 你想啊 他能毁了 咱们家的前程 那自然 也能撑起 咱们家的前程 这其实 是一样的道理 哈哈哈哈 程大老爷说到这里 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果然是疯癫了 程大夫人目瞪口呆 而与子同时 落舟抚牙 程二老爷 正送别一个中年男子 带着几分恭敬 你放心 这件事 我家大人心里有数 这是一些辛苦钱 你拿着吃茶 程二老爷将一封信递过来 男人没有丝毫的客气接住了 程二老爷神情更高兴 那我就不亲自送了 男人带着几分了然 点点点头 转身 对了 上边 你也别忘了走动 他想到什么 一面伸手指了指 程二老爷 忙点头 多谢大人提醒 已经送过去了 男人 这才点点头 离开了 看着这个男人 消失在宅院门口 程二老爷 才转过身 神情轻松自在 恭喜老爷 两个门客笑着出来失礼 这一次来阳刺史的位置 是准准的了 程二老爷带着几分矜持摇头 还未定 还未定 他神情却并没有未定的感觉 定了定了 这刘玉坤不是回话了 他叔父那边已经说好了 这上上下下的都说好了 门客笑道 程二老爷含笑不语 当初虽然并没有得到张纯的助力 但在张家门前结识的刘玉坤 可是不错 这三年间一直没断了关系 而且他官徒顺遂 最关键的是 他的叔父刘平 官徒也是大好 这一次走了他家的关系 应该是没问题了 总算是拿到来阳这个位置了 虽然晚了三年 提到这件事 程二老爷的脸顿时沉下来 三年 他不由咬牙 他本该三年前就得到这个位置的 却不知道被谁坏了前程 生生的白蹉跎了三年 三年呢 人生能有几个三年 好了大人 不管怎么说 心想事成就好 门客们忙安慰 程二老爷吐口气 点点头 是啊 心想事成就好 他乐滋滋地哼着小曲儿进去了 京城 位于工程内的流内泉内 有些冷清 官吏们都聚集在通往正式堂的小路上 窃窃私语 直到身后传来一声重重的咳嗽 大家回头看去 见是一个面容肃穆的官员 大家盲失礼 来人是汉林学士 知智告 兼叛国子监的佑正言 刘平 成何体统 刘正言皱眉 大家盲缩头都散了 一个官员将刘平请进官厅内 一面奉上一个册子 大人 这次的官职调动安排 您过目 刘平也不客气随手翻起来 翻过几张停下来 伸手点了点 这个 不动 官员有些惊讶地低头看去 看到旗上的笔记标时 更有些惊讶 这个 这个不是大人你 我什么 刘平皱眉打断的 官员愣了下 在工程内混的官吏 哪个不是机敏灵会 大人你说的对 这次三年大动不能不慎重 要严加查核 刘平点点头 转身走了 官员站在室内 一脸不解 再次打开书策 难道是脑崩了 他自言自语 旁边有人站过来 侧身看了眼 痴声笑了 你傻了呀 你也不看看这人是谁 是谁 官员认真地看着这个名字 成洞 周县官员众多 他怎么记得住 成 旁边的官员提醒到 一面伸手指了指工程内 才说了西北市 你就忘了 那官员顿时恍然 旋即面色大扁 拿起笔 干脆三下两下 把成洞这个名字勾了 完了又添了两笔 干脆图了这个名字 这才放了心 哎 还指望升官呢 除了这么个女儿 破家灭门也不远路 那也不一定 西北的事还没定 官员批批嘴 西北又不是他的天下 军中又不是小民 吃些酒就会晕头吗 那倒也是 不过我倒真想看看 怎么引天雷的 我还真没亲眼看过 天雷批人呢 官厅里响起说笑声 两人一面扭头 看向西北方向 西北市到底会如何呢 就在京城的人 都兴奋地看向西北的时候 因为距离原因 西北的人对于自己 变成了成败关键这一事 还不知道 朝廷的公文急报还在路上 不过龙骨城里的气氛 并非轻松自在 官厅门外 刘逵被几个人扔出来 发出的喧哗 引得街上的人都看过来 看什么看 为首的兵丁喝道 原本要聚起来的民众 顿时忙低头散开了 把许四根放出来 小本人没完 刘逵喊道 一面伸手擦去鼻子上的血 那几人冷冷看着他 滚 他们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们 你们驱赶逼走了范江林 如今又抓了许四根 你们 你们到底是在怕什么 到底是徐茂修他们五个人 死得有多不明不白 啊 江文元 你他娘子在怕什么 刘逵喊道 听到这喊声 原本站在远处好奇地 看着的民众 顿时轰那一声散了 这种事可不敢围观呢 听到了不该听的 说了不该说的 官听一个西贼奸细罪 就能让人死在牢狱里 而与此同时 刘逵也被人一拳打在脸上 绑了他 以抗军令关起来 为首的将官说道 涌出来的七八人 冲刘逵了去 伴着马蹄极小 有一队人马从街上而来 干什么 马上的人喝道 大家抬头看去 忙捶手站好 周大人 此人醉酒 官厅闹事 我等奉命将他抓起来 为首的将官说道 周凤祥没有说话 只是翻身下马 行了 带他去咸咸酒 一旁的赵成说道 白白手 几个兵丁应声事 将刘逵扶起来 那将官还想说什么 周凤祥已经走过来了 让开 亲随门喝道 将官忙捶手 让开了 副都市 你把人抓起来是什么意思 官厅里 周凤祥神色沉沉地问道 其案前作者的江文元 神色淡然 以前听到这种称呼 他觉得很刺耳 但现在心里很平静 就好似秋后的知了 叫不了几天了 徐四根 他造谣声事 蛊惑军心 自然应该军阀处置 他说道 一面将面前的一个奏章扔过来 周凤祥接过册子 他怎么造谣声事了 你别再造谣声事了 还不够麻烦呢 他说道 一面打开册子看 顿时面色大变 带有脑溢 你这是什么 朝廷要得急 我都尽快查好了 江文元笑道 一面冲周凤祥 抬抬下巴 毕竟 这是针对我的弹劾 我自然要尽心一些 尽心一些 就该回避 周凤祥说道 将手中的册子扔回去 这叫什么 怎么就查问了 怎么就诬陷了 查问了徐四根 他不是市主吗 这难道不是查问吗 江文元道 他没有上阵 一切话都不是亲贱 都是听人说的 这不是传谣诬陷吗 周凤祥被他气笑了 他没上阵 别人难道没有上阵吗 他不是亲贱就是传谣 那亲贱的人说 难道也是传谣吗 他说道 江文元似乎就在等他这句话 文言伸手扶助鸡案 淡淡一笑 好叫监察大人知道 本都市都问了吗 他说道 一面又拿出个册子来 所有的人上上下下 问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怎么接到的探报 怎么安排的战术 他说到这里 脸上已经没有了笑意 在战术二字上 加重了语气 周凤祥的面色微变 对了 交查检查大人你了 本都市就不便询问了 大人 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 自己写自己的吧 江文元说道 将手中的册子递过来 周凤祥迟疑一下 伸手接过 江文元却没有松手 二人一时僵持 大人要是信不过我 自己就亲自去问问 问问所有人 问得清清楚楚 江文元一字一顿道 周凤祥神情木然 伸手夺过册子 多谢副都市大人提醒 他一时一字一顿道 看着周凤祥走出去 后再偏听的方仲和走进来 带着几分忐忑失礼 大人 下官可以回去了吗 可以回去了 江文元道 那周大人他不会再问下官什么 方仲和不安地说道 一面扭头看着外边 那里周凤祥的身影 已经不见了 他不会问 江文元一时看着外边 冷冷一笑 也不敢问 是啊 大人 那有什么可问的 又不是什么光彩事 方仲和忙陪笑道 话没说完 就见江文元 目光森森地看向他 方仲和打了个机灵 没了声音 不光彩 你是说 你弃城仙桃的事啊 江文元冷冷说道 方仲和扑通跪地上 滚出去 再有不思报国之心 金发难扰 江文元带着几分鄙夷 厌恶说道 方仲和重重地 透了三个头 说声多谢大人 忙低头挤不出去了 都是这方仲和 惹出的祸事 一旁的青客目聊道 这叫什么祸事 江文元打断他们 他没有遵命行事吗 他没有到达林关寨吗 他没有及时 给后方信使报警吗 他没有带人 以手不拒手成吗 有 都有 青客们点头应试 那他惹了什么祸了 就因为他没有战死 就是罪过吗 江文元说道 一面站起身来 手成如此惨烈 死伤难免 就因为那几个人死了 他们就可以要挟生者吗 青客们再次点头应声 不能不能 道理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些守边疆 亲身临战的人都知道 可是 京城那些骑马 赞花游击的文官老爷们 却不知道 在他们眼里 我们都战死了 才是应该的 江文元面色阴沉 我们这些武将 胜则不能加工 百则不免责罚 动不动就被弹劾 指责 如果此趟我认了 那日后谁都可以去京城闹 何以成军呢 青客们点头 那周检查 他看起来 似乎对那茂园山 武人很是回顾 一个带着几分担忧说道 那又如何 为了这茂园山武人 他连自己的前程 也不要了吗 他要摆开这件事来说 要是我们当时探查失误 安排出错 险些酿成大过 仓皇营敌 损失惨征 才得胜吗 这种事说出来 对他 又有什么好处啊 江文元冷笑 嗯 他跟老子斗了这么久 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一起 从西北滚蛋嘛 他就是想 也要问问 别人想不想 只要踏入官场的 文武官员 就如同套上了 永远正不拖的枷锁 官身 更高的官身 成了一生 都不会放弃的追求 不止自己这一生 还要为儿孙 为世事备备的荣华富贵 德行如谢安 还能为了家族 背弃东山誓言 他周凤翔再厉害 也是比不上谢安的吧 江文元冷冷冷一笑道 大人 大人 看着周凤翔走出来 刘奎忙上前 亲随们伸手拦住他 大人 请大人 为许斯克做主啊 周凤翔看他一眼 抬脚迈步 大人 刘奎顿时悲愤 不顾亲随们的格挡 就要扑上去 大人 大人 周凤翔停下脚 许斯跟他造谣 乱说 动摇君民心当至罪 大人 他没有造谣来说 那些都是事实 都是事实啊 大人 证据呢 周凤翔扭头看着他 刘奎张口 却又无语 你证明 许斯跟没有参战 林关寨 你也没有 你们何以言之早早 就因为范江陵说了吗 林关寨参中二千余人 余者尚有百人 就范江陵一人之言 百人无言 刘奎啊 你让朝廷怎么信 你让民众怎么信呢 刘奎再次张口结舌 世上的事 哪有那么容易 说得清分得明啊 周凤翔说道 再看他一眼 抬脚走开了 这一次 刘奎没有再追赶 站在路边 如同泥塑 是啊 世上的事 哪有那么容易 街上人来人往 看着站在路边呆呆的男人 都一面指指点点 一面自动地避开 让开让开 马蹄极响 人声高鹤 但这也没有用 站着的男人依旧不动 亏得是那骑马的人 记忆高超 硬生生地从他身边 闲闲而过 老死啊 骑马人 吓出一身冷汗 回头赤骂 甩了一下鞭子 鞭子狠狠地打在身上 火辣辣地疼 让刘奎终于回过神 再看四周天色 竟然黑了 他站了多久了 刘奎将视线 看向一旁的官厅 官厅早已经闭门啰锁了 只有范江林一人言 没有用 没有用啊 我会看着你们的 我会看着你们的 刘奎喃喃说道 一面抬脚脉步 林关寨参重二千余人 余者尚有百人 人正 人正 刘奎猛地停下脚 攥起拳头 然后拔腿就跑 一阵喧哗 打破了夜色的安静 小小的巷子里 变得有些嘈杂 你出去 你出去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刘奎也喊道 死死地用手推门 妇人哪里是他的对手 门很轻易地被推开了 但一个男人冲过来 将手中的棍子 狠狠地打向刘奎 啪哒一声 木棍生生地被打断了 刘奎半跪在地上 伸手扶着尖头 嘴角有血滴下来 门前一阵安静 夫人吓得脸色发白 那手中还拿着 半截棍子的男人 似乎没料到 他会不躲开 刘奎笑了 将余下的半条腿 也跪下了 我刘奎 这辈子 除了天地军金师 从没跪过别人 今天 我给你跪下了 只求你能站出来 说句公道话 男人将手中的半截棍子扔下来 我没什么话可说 他转身向内 关门 我知道 当初你们人少 行事陷军 毫无援兵 就是留下来 也救不了徐茂修他们 他们的死 与你们无关 也不是要怨恨谁 我只是想要 一份认可 认可他们几个 十分手成的攻杀 方忠和半戮祈祷 还能得 还能过的攻杀 为什么他们不能 这不攻啊 这不攻啊 刘逵说道 声音沙哑 抬头看着那男人的背影 当初行事陷军 毫无援兵孤立 就是你们想救也救不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有人来问了 现在朝廷白人来 宣伤他们的事了 朝廷要给做主了 要朝廷做主 你们就能救他们 你们能救他们 这样你们能说句话 说句公道话 就能救他们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 求求他们 你能救 你能救他们的 你们现在能救他们的 也只有你们 能救他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 刘逵说着 东东透透 妇人在一旁看着 已经摇着衣袖流泪 身子发抖 男人的背影 似乎也有些轻轻抖动 但他还是抬脚迈步 关门 他再次说道 大狼 妇人忍不住喊了声 关门 男人陡然拔高声音喝道 甩手进了屋子 拉上了厅门 妇人叹口气 看了眼门外 跪着叩头的刘逵 把门关上了 夜色越来越深 小院子里的灯 逐一熄灭了 边境种地 入夜消尽 天地间 一片漆黑 妇人捏手捏脚地 透过门缝 看出去 一片漆黑的巷子里 有一处更黑几分 认真看一刻 便能看出一个 跪直的人形 妇人捏手捏脚地 转身 进了屋子 屋子里黑着灯 他还跪着呢 妇人低声说道 看向漆黑的室内 适应了室内的光线 便看到男人 坐在卧榻上 男人没说话 倒头在卧榻上 妇人坐过去 却没有躺下 室内静默一刻 只有呼吸声 大郎 闭嘴 室内再次沉默 大郎 我说过了 闭嘴 大郎 闭嘴了 你的心就安了吗 男人猛地坐起来 你想干什么 他咬牙低声喝道 黑暗里 夫妻二人对视而坐 他说得对 你现在能救他们 疯了 人死了 还有什么可救的 男人气到 又要躺下 妇人一把揪住他 人死了 就白死了吗 不白死还能如何 男人气到 妇人沉默一刻 大郎 我在街上也听说了 朝廷真的在查这些事 而且方众和极了 连都市大人都怕了 要不然 怎么会把徐四根抓起来 大郎 如果我们站出来作证 或许真的能 闭嘴 你活得不耐烦了 男人压低声音喝道 我只是不想你活得窝囊 一辈子窝囊 一辈子心里压着这块石头 与其这样 还不如死了算了 也是个痛快 男人躺下 扯着被子盖住不说话 妇人视泪嘀哭 樊江林被赶走 薛丝根被抓 都已经这么难了 还有人为他奔波如此 还有人可怜他 如果最后没办成 人心事到 真是没有盼头了 人心事到 本来就没有盼头 哭泣滴滴缓缓 渐渐地化为无声 夜色褪去 天色渐亮 夫人睁开眼 却见身边的男人 已经不见了 他忙翻身起来 打开门 见男人正打开院子门 九月初的西北 天气已经转凉 晨雾里 一个身影 直直地跪着 男人扶着门的手一顿 竟然跪了一夜 你这是图神吧 他闷闷地开口问道 刘逵抬起头来 看着他 咧嘴笑了笑 公道 儿子 公道了又如何 不过是个名而已 对他们来说 就有什么用 刘逵笑了 他伸手指着身后 我 为了死了的 公道 为了活着的 以后 不被欺负 男人看着他 抬脚迈步 走过去 好吧 我来做这个公道 他伸出手 刘逵看着他 似乎有些不可知信 直到男人 再次伸手向前 他才回过神 伸出手握住 男人用力将他拉起来 二人的手紧紧地握住 看到这一幕的妇人 在屋门口抬手失泪 不过脸上却是笑的 刘逵一拳一拐地转身 哎 你要去哪里 男人愣了下 我 我再去找公道去 刘逵回头 对他咧嘴笑 能找到你一个 就能找到更多 男人看着他 抬脚跟上去 我和你一起去 两个人找 更快一些 更容易一些 劫持的马 仗着手中的金牌 以及马上人身后的黄色捐筹 一路毫无阻拦地 静止进了龙骨城的官厅 劫持 伴着传旨太监的尖声 龙骨城诸将 在官厅里 纷纷下跪拜祷 聆听皇帝的训事 说的话 还是上一次的内容 只不过比上一次语气 更严厉几分 看来京中的人 闹得还不轻 江文元心中冷哼 此时旨意传达结束 他忙伸出手 高喊着臣尊旨 伸手结果 大人 陛下要立刻得到结果 内侍说道 辞谢了众将官的 请他去歇息的话 似乎立刻就要拿着结果 飞奔回京去 一刻也不耽搁 真这么急吗 真这么急 不能拖了 江文元看了周凤祥一眼 周凤祥避开他的视线 没有说话 大人 事情已经查好了 江文元含笑说道 一面捧上一封奏章 都是虚妄之言 逐一核查 根本就没有证据来印证他们五人的事 可以确定 这是那范江陵等人 怨愤协报 内侍看着他 又看看手里的奏章 确定 他带着几分肃穆凝重 我确定 江文元毫不犹豫地说道 内侍点点头 才要说话 门外响起急报声 大人 不好了 一个兵丁急迟奔入 在门外停下喊道 真是大胆 在场的人面色都变了 不管什么事 也不能在天使在场的时候来喊 靠近门口站立的将官 立刻要喝断 但还是晚了一步 门外来了好些人 说是林关寨守城寨的生还者 要来给徐四根范江陵的诉求作咒 什么 在场的人顿时都愣住了 江文元脸色顺势变得难看 耳边响起内侍略有些干涩的声音 江大人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是有人故意害他的意思 世上从来没有巧合 只有人算 算得这样好的时机 就在天使传旨的时候 算得好的布局 让这传令兵张口喊出 有人来所谓何事来 就是想要让他瞒也瞒不住 拦也拦不住 周凤祥 江文元的视线狠狠地看过去 站在人群里的周凤祥 没有看他 神情并没有其他人那样的惊讶 反而带着几分了然 果然是他 江文元咬牙 恨不得当场一口吞了他 江大人 内侍的声音在耳边再次响起 带着几分冷肃 你想我欺君吗 江文元看着官厅外 看着紧闭的大门 最终一咬牙 开门 官厅的大门打开 一众将官走出来 看着门前站立得高高矮矮的数十人 有兵丁有贾勇还有民夫 听到消息赶来的方仲和 腿脚步由一甩 伸手扶着墙脚 神情惊恶不可置信 这些人怎么又聚在一起了 临官站后 他走之前 特意将跟随自己逃出来的生者打散 分布到不同的地方 为的就是 免得他们聚到一起 想起说起那些不该想 不该说的事 他相信随着时间 那些事都会忘却的 更何况 临战而逃 对他们来说 也是要杀头的大罪 没有人会傻到 为了死了的人 不要自己的命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西北张下 敢用刘魁 我愿正 茂元山五人死战守城有功 将官方仲和 弃城而逃夺功 我是临官站生者 我愿意正茂元山五人死战守城有功 将官方仲和弃城而逃夺功 伴着这两句话喊出来 更多的喊声随之响起来 我愿作证 我愿作证 我能作证 他们才是守城的死士 我作证 我作证 数十人的声浪 此起彼伏响起 最终会在了一起 整条街上都充斥着声音 又似乎满城军民都在呼和 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将官们 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而人群外的方仲和则面色惨白地转过身 掉头急步跑了 声音在四周散开 坐在官厅牢房里的徐四根 慢慢地转过头来 是什么声音 怎么了 外边的守卫们 纷纷问道 一面向外看去 不多时便有人传来了消息 是好些人 来给茂元山五人作证的 有数十人呐 正喊话呢 这么说 茂元山五人真是有功 大家的视线便都看向牢房里 牢房里的徐四根 并没有激动 失态 大喊大叫 而是依旧坐着 侧耳贪婪地去听外边 传来的嘈杂的模糊的声音 徐四根的头靠在墙上 被鞭打过伤痕遍布的脸上 有泪水滑过 直到他们战死的时候 他没有哭 他们被烧化成骨灰的时候 他也没有哭 不用哭 魏国捐躯 有什么可哭的 反而应该笑 他果然咧开嘴笑了 该笑 必须笑 这是我做的 我做这种事 对我有什么好处 门窗紧闭的官厅内 周凤祥冷笑道 伸手拿起鸡案上摆着的奏章 这奏章上署名是我的 探查也是我听的 大军调动也有我的同意 江文元 你是副都师 我是监察师 你指挥不当 我便是监察不力 要治罪 先治的是我的罪 江文元冷笑不语 有人推门进来了 大人 问清楚了 那传令兵是收了刘奎的钱 江文元依旧冷笑 目光看向周凤祥 这么说 那么多人都是收了钱 这个刘奎可真有钱 买下这么多人的命 不是刘奎有钱 是茂元山这几人有钱 对啊 我也听说了 这些日子 那徐四根散尽了家财 这话让江文元面色更怒 还有多少家财可散 大人 是才探查询问走访知晓 自从临关寨战之后 这将近四个月 他日日走访那些余众家 开米粮油不断 人家扔出来他再送 扔出来又送 还有钱 那些人半折半掩 但我们粗略也能估算出来 大约有二十万贯 一个将官从一旁站出来说道 此言一出 满厅的人都惊呆了 二十万贯 我在西北路整整三年 才攒下十万贯身家 一个将官坐在后面 喃喃说道 他们几个小兵丁 三年就有二十万贯身家 这不可能 江文元喊道 这不可能 在座的很多人也都心里喊 二十万贯身家 谁还会来这里 二十万贯身家 谁会这样轻易的就散了 二十万贯身家 谁他娘的还管平不平的 我为什么一副 早知道如此的神态 我知道 江大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人 京城太平居的东家 一年一人 最少两万贯的红令 七个人 三年 二十万贯 又有什么不可能的 有二十万贯 甚至还会更多 人家都肯把命扔在这里 不就是为了博个前程 博个功劳 把人家的功劳抹去 怎么肯罢休 二十万贯 怎么买不来那些人 站出来作证 出来作证 被追罪 有了这二十万 别说罪了 就是买他们的命 他们也肯干 早说此事要好好查 要好好查呀 江文元 你不去当回事好好查 反而威胁我 不要纠缠 拿着大家的前程 来要挟我 你能要挟我 怎么不去 要挟这些群众呢 你也不想想 人家在京城 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能闹到陛下眼前 一个小小的西北 又如何 现在还怀疑我 怀疑我又怎么样 我还怀疑你 要故意送我们去死呢 周凤祥呸了声 愤愤将手中的奏章 砸向江文元 身旁的将官们 忙上前相劝 官厅一阵乱糟糟 江文元的脸色 很是难看 他当然也知道 这茂园山兄弟的 身份来历 但怎么也想不到 会有下这么大的本钱 二十万官 这次朝廷奖赏西北 总共也不够两百万官 这可是整个西北 上下的奖励呀 而他们七个人 就二十万官 这么有钱 还来当什么兵啊 是故意来坑他的吧 江大人 周大人 一个将官迟疑了一下 站起来开口 现在咱们就别再互相质疑了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逃不掉 那边天使还等着呢 如果不给说法 他起身上路 就凭今日所见 也足够给皇帝回话了 到那时候 可真的是 厅内的人都安静下来 是啊 现在最要命的是天使 刚才为了留下暴跳如雷 起身就要走的天使 他们可是足足给了 一万罐的茶水费呀 二十万罐 江文元心里闪过这个数 再次狠狠地骂了声娘 本以为是笔权 没想到原来是笔钱 真他娘的有钱能是鬼推磨 阴沟里翻了船呢 大人 这件事说到底 都是方忠和冒功蛮报 战后打伤 军心要安抚 被他欺瞒过去了 直到今日你我才知情的 就这样啊 江文元说道 扶着鸡案神情沉沉 那还能怎么样 难道还能是我们逼他冒功领赏 加官进决的吗 江文元看了一眼 没有说话 大人 事不宜迟啊 大人 不能再拖了 将官们纷纷说道 这样 那样倒是坐实了他们 所告非婿 现在难道还没坐实吗 只要不扣上西北的官印 那就不算完全坐实 江文元扶着鸡案 神情变换 大人 那些人诉求也只是说 方忠和当时的事 其实说到底 也不过是将官弃头 被丢下不服委屈 那就让他们不委屈就好了 有人催促 厅中的人也纷纷附和 看来只能这样了 再拖下去 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呢 赶快了结吧 也不过是被皇帝 训斥个不查疏忽之罪罢了 哎 把方忠和带来 请天使大人 亲自查问 听他公认不讳 他在亲自以及公认不讳上 加重了语气 可要好好地看住 别让他跑了 到时候胡言乱语 一个将官又慢慢补充了一句 站在厅中的亲随 眼神闪烁 躬身应声势 当看到官厅前聚集的那些人后 掉头跑的方忠和 并没有出得了成 在城门被守城卫拦下 不管他拿出什么说什么 这些人都不让他走 而是关了起来 这不是意外 这是有人安排好的 要不然城门这里的人 为什么会拦住他呢 明明官厅那边 什么消息都还没有传来呢 这不是那几个闹事作证的兵丁 能做到的事 而是官厅里的人 城门处简陋的厢房里 方忠和被绑着坐在地上 咬牙切齿 是谁 是谁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 门外传了马蹄急驰 以及说话声 紧接着有人站到了门边 方忠和 天使要召你去问话 门外的人说道 这话没有让方忠和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 要治老子的罪 你们也休想逃 门被拉开了 走进来两个人 方忠和脸上的兴奋 顿时僵住了 看着眼前的二人 以及他们手里的破步 你们要干什么 我要见天使 我 我 我 门旋即关上了 隔绝了视线 听得几声乌烟 便没了声音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当最后一口气息吐出 方忠和视线模糊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这么一句话 不 我们不管你的事如不如实上报 方大人 你的功劳我们不计较 你得到这些 该还是不该 我们也不会有看法 我们只要我们弟兄的事如实上报 上报那些死战守成的弟兄们 给他们追风 姓方的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其实想想这样做 本来很简单的 至少比丢命要简单吧 方忠和头一歪 不动了 鲜红的大印在奏章上重重地扣上 周凤祥轻轻地吐口气 卸下了一副重担 再看四周的人都如同他一般 书立将奏章小心地捧过来 让大人辛苦了 江文元说道 一面带着几分愧疚 这些证人证言都在这里 只是可恶啊 那方忠和谓最自尽了 天使哼了声 看在袖子里的钱的份上 有些事 大家心知肚明就罢了 有小内侍将这些奏章 以及证言文书都拿起来 用来时的黄布包了 二人翻身上马 看着视线里绝尘而去的人 江文元重重地吐口气 你我都去准备上个不查的 请罪奏章吧 将官们都应声是 不查之罪也就足矣了 不过是被罚一些俸禄 以及被皇帝训斥几句 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江文元心里带着几分厌恶 甩袖子转身迈进官厅里去了 九月的京城 一场雨添了几分凉意 大路上奔来一队人马 看到前边路边的幌子 其中一个变勒马 看 那个 就是太平居 他家的豆腐 可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去那边打监 大家带着几分好奇 纷纷点头 一行人正要过去 路旁有人喊住他们 诶 可别去可别去 现在去不得呀 一行人有些惊讶不解 为什么去不得啊 你们外地来的不知道吧 如今太平居 惹上官司了 那人听了笑了 哼 哦 惹上官司嘛 怕什么 惹上官司 还不怕呢 你们不知道 这太平居啊 可是有金刚坐镇的 以前又不是没惹上官司 最后都没问题啊 同伴们点头 这次可不一定啊 路人摇头 这次金刚遇上的 可是天子 天子 一行人神情惊恶 对视一眼 又听那路人讲了一番 便立刻掠住要转的码头 沿着大路 毫不迟疑地飞奔远去了 虽然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 不再似以前那般 都冲着太平居而来 但太平居里 也不是冷清无人 大厅里坐着几桌人 有平头百姓 有商人 还有几个读书人 都在吃喝说笑的热闹 虽然身份不同 但说笑的内容 都是围绕着如今 这个太平居的大东家 以及茂园山兄弟 与朝廷的交锋 一位成娘子 道祖李真人弟子的传言 百姓们自然站在他这边 也不想想 那可是李真人的 亲传弟子呢 怎么可能说假话 就是 不过朝廷也真的是 连神仙弟子都能坑 咱们这些百姓 更没活路了 听到这边 几个百姓的低声说笑 另一桌的几个商人摇头 怎么不能坑 神仙弟子手里 拿着多少秘技 那可都是银子呢 所以说就算名头 再大又如何 没有根基 也不算没有根基吧 人家也是官换人家子女呢 官换人家多了去了 他那出身算得了什么 一旦出了事 什么都帮不上 连个助阵的都没有 反而都是被牵连 听到这商人们的谈话 那几个读书人点点头 这的确是一方面 无根无基的人 名望反而是能悬起的刀 最终落下来只会伤了自己 一个世子说道 不过这件事到底如何 这件事到底如何 也就是一张嘴的事 街头巷尾 可都是对朝廷大骂的 不知道这多张嘴可管用 何止百姓 多有官员也纷纷 为那成娘子说话 那娘子在御史台的牢狱里 只怕住得也舒心得很 所谓什么 不过是为了神仙娘子的恩惠 世人都是如此 得人恩惠 便说人好处 没什么道理可论 大厅里的喧哗说笑 透过窗户飘到二楼 周六郎更觉得烦躁 干脆关门好了 还开什么 周这些人胡言乱语 他没好气地说道 将手中的酒碗扔在鸡案上 当时关门 说家中有事歇业三日 难道能一二无信 岂不是坐实 是跟官府要挟 你以为开门就不坐实了 那当然 前世三郎给他侦查 只要你自己不坐实 就永远只是别人说 周六郎闷闷地端起茶碗 视线再次看向窗外的大路上 呼得他猛地站起来 因为动作太突然 手里的茶碗都忘了放下 茶水洒了一身 来了 秦师三郎也忙跟着看去 但见大路上两旗飞驰而过 虽然动作很快 但依旧能一眼分辨出 那是朝廷的脊脚地 比预想的还要快 看来这事 已经有人接手了 周六郎文言一睁 转头看他 什么事 有人接手 接什么手 难道他们如今惦记的 不是同一件事吗 脊脚地很快穿过了城门 畅通无阻 街上行人纷纷退避 让喧哗更深 位于闹市旁的巷子里的张家 自然也听到了 哎 快去问问 快去问问 出了什么事了 老门房催促着小思道 老伯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爱热闹 小思嘀咕道 但还是往街上去了 不多时回转 过去了一个脊脚地 小思话音才落 就在老门房立刻站起来 哎呀 谢天谢地 总算是来了 他不但小思回过神 人就飞快地向后院去了 后院里 老太爷门前廊下 有一个丫头正在低头示泪 半琴哪 这事儿真不是谁都能帮上忙的 张老太爷站在院子里 正在修剪一炷山茶 一面说道 你家娘子这次行事 真是有点糊涂了 就是天大的冤屈 用这种方式闹出来 在皇帝眼里 就是大错 丫头文言哭得更厉害 老爷也不喜欢怪力乱神 明望其民其军的事儿 这件事儿 别指望他能去说话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陛下是个人君 最多事后斥责几声 也不会真把你家娘子怎么样 可是如果我家娘子非要怎么样 他可是真的会 话说到此 戛然而止 握着剪子 弯身对着盆颈的张老太爷的手 也微微停顿了一下 真的会引雷火劈人吧 虽然早有猜测 但今日却是真切听到了 这个小娘子啊 张老太爷摇摇头 站起身来 半秦 你别担心 你家娘子能欺天能欺人 虽然守举 但却非是仁慈之辈 当初纵然是有心送你这小丫头一个前程 但也没耽误换了自己更需要的好处 说出来虽然无情 但也无可厚非 他这种人从来不是殒声而不虚的 所有人能想到的后果 他自然也想得到 他怎么会自己往万劫不复的火坑里跳了呢 一定还有后手安排 不过这话 跟你这小丫头说也说不清啊 半秦 半秦哪 鸡脚帝来了 鸡脚帝来了 老门房的声音大声地在院子里响起 那就等着看吧 很快就见分晓了 张老太爷笑了笑 又转过身 继续修剪盆景 鸡脚帝从街上奔驰而过的时候 皇宫里的日常朝会正在进行 君政朝事岂可谋于众人 如今满城乱纷纷都在说茂园山事各种荒诞 一个御史说道 御座上的皇帝神情淡然 自从卢政上书之后 又有满城进坛茂园山事件 再加上皇帝准了要西北河茶 整个御史台的御史都忙碌起来 借着这次机会 各自翻掌事件 在朝堂上大开弹劾 今日还不算多 回头看看基案上落着的各色各种坛章 堆得高高的了 但皇帝有些不耐烦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既然事情出了 难道能让民众不说吗 这都是因为卢政小儿 抗旨奖诏 打坏国事 御史很高兴皇帝说话 这让他更有借口继续说下去 西北之事尚未定论 谁欺上瞒下打坏国事 还不一定呢 西北军政大师 竟然要被一个神棍作弄 陈少 你身为参政却知而不见 反而为打压一党 不思报天子恩 以国事为重 纵容妖邪陛下 查虚妄之言 扩天下民众 不以李林普之辈 那御史顿时更为愤怒 又迈上前一步 将矛头对准了陈少 立于朝堂的陈少 神情慕然 御史盛命于天子 封闻奏事 真伪本无限制 所以像他这种地位的 对于弹劾不能反驳 只能等弹劾完了再应对 就因为这么一件事 搅得民间朝堂都不得安生 耽误多少正事 皇帝的眼神 暗了几分 高陵波看到了 微微笑了笑 对另外一个朝臣 使了个眼色 那朝臣领会 立刻站出来 陛下 太常寺报经兮 有名众要在太医宫 修神医寺 将成娘子素身 与真人身边 为弟子侍奉 此言一出 满堂哗然 皇帝更是哈了一声 虽然没说什么 但这一声哈 足以表明他的愤怒 报 殿门外传来一个声报 忠书送来西北极较地 西北 大殿里的喧哗 顿时停了 这么快就到了 还以为 怎么也会拖上个 十天八天的呢 承上来 在满殿的注视下 皇帝接过内侍 捧来的带着火器 和西北精略司 大印的信哲 拆开了 目光只那么一扫 他的神情就微微一沉 成了 陈少心里吐口气 而满大殿内人的心里 也都透亮了 看来看不到 引雷火拼人的稀罕事了 一多半朝官 内心暗自遗憾 真是一群废物 高陵波恨恨想到 但面上 并没有多少气愤 亏的是 已经让这娘子 在皇帝心里 变得厌恶至极 就算西北的事 他所求有据有礼 也翻不了大浪 皇帝很快看完了 他只是看了一个信哲 然后瞥了眼 一旁的另外几张文书 看到其上密密麻麻的红手印 并没有拿起来 李子文 御史忠诚 立刻应声站出来 御史台可已定论了 皇帝将面前的信哲 点了点 示意内侍 传阅一下吧 大皇子手里拿着信哲 又看了看一旁高陵波 手里拿着的文书 似乎有些看不明白 就是说 当时这个方仲和下令守城一个时辰 结果没到时间他先撤了 所以留下的这茂园山兄弟们守城便十分艰难 高陵波低声与他解释 一旁陈少冷笑一声 高大人 什么叫没到时间就先撤了 那叫未战而逃 什么未战而逃 如果真的未战 他一开始就下令撤退了 高陵波意识冷笑说道 本来就敌我悬疏 没必要死战 没必要死战 敌我悬疏 就该弃城而逃 高大人 你这么说南北猪将 可是要寒心的呀 陈少冷笑道 站在殿中的御史中成 重重的咳嗽一声 大家停下话 看到外边内侍 掩着承阳子从侧殿进去了 高陵波和陈少各自对视一眼转开 不说话了 看着跪在地上失礼的小女子 皇帝面色并不好看 眼中闪过一丝修脑 但很快掩饰了 民女谢陛下明察 城交娘叩头说道 御史台已经将事情说了 你几个义兄的功赏 带中书审定 皇帝淡淡说道 城交娘再次败谢 室内一阵沉默 并没有按习惯那样 说一些宽慰的话 看来皇帝是连个样子也不愿意做 心里对这件事是厌恶到了极点了 高陵波心里冷笑一声 真是损不了人也立不了己 就算得了那么一个虚名 又有什么意义 真是自己作死 退下吧 皇帝果然没有再多说话 开口说道 城交娘叩谢起身 城市 皇帝又唤住她 城交娘再次跪下 你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民女说过 无功的还能征功 有功的为什么不能征 民女不以征为耻 皇帝看她一眼 摆摆手 内侍忙冲她提醒了一下 城交娘失礼退了出去 听得那边杂乱的脚步声 显然是大臣们进去了 忠叔和御史台商定着办吧 但是 别以为死了一个方仲和 这事就算了 江文元呢 周凤翔呢 让他们上警罪折子 罚他们俯怒 皇帝沉脸说道 下边的人齐声才要应声事 就听一个声音 抢先一步响起 陛下 西北监察室周凤翔赏请罪书 陈少低头 捧上一个奏章 高陵波愣了下 玄疾痴声一笑 比别人快一些 又能怎么样 不过是更坐实了自己的失职之罪罢了 这个时候 陛下正因为林关寨的事休脑的时候 还玩弄这些小聪明 岂不是自找麻烦 果然皇帝的面色沉了沉 连话都懒得说 只给内侍抬抬手 内侍忙下来伸手 结果捧上来 皇帝伸手展开 只看了几行字 面色顿时又变了 比起是才看西北来的奏章时的脸色 变化要大得多 站在最近的官员 都能看到皇帝拿着奏章的手 都在微微地发抖 出什么事了 看个请罪的张书 怎么能弃成这样 高陵波面色闪过一丝不解 目光不由看向陈少 陈少神情肃然 什么也看不出来 大殿里一片沉寂 皇帝看的时间比事才长了很多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室内的气氛越来越凝滞 而不管是内侍还是官员 都终于察觉到皇帝渐渐凝聚的情绪了 那是愤怒 愤怒 适才得知临关寨的事 皇帝也不过是羞恼 就算因为周凤祥 亡羊补牢 自作聪明 宁请罪案推脱的把戏而生气 也应该是冷嘲不屑 怎么会是愤怒呢 出什么事了 混账 气阵如此 安静的大殿里 爆发一声怒喝 纵然闭着门 也让外边走下台阶的内侍的脚步一顿 带着惊讶回头 这可好多年了 第一次见皇帝发这么大的火 出什么事了 一声女子的轻壳在耳边响起 打断了内侍的出神 她视线落在这女子身上 见她神情依旧 只是用眼神似乎在提醒她带路 见天子不害怕 见到天子一怒 竟然也不害怕 这小娘子还真不一般呢 内侍转过头 抬脚迈步 紧闭的门窗 有说话声继续传来 但已经听不清了 她也不敢去听 所以说无功还敢争功 有功的为什么不能争功呢 成交娘跟随内侍 在重重宫殿中慢行而去 身后有内侍们慌慌散开 向中书门下等等所在之处而去 周凤祥上了请罪书 什么罪 茂园山事件的不查之罪吗 不是 是与西贼王师大战的谎报军功 我的天哪 那怎么是谎报军功 就在皇帝怒吓一声之后 紧闭的店门根本就挡不住消息的散开 转眼间 工程内最便利的中书门正式堂等等都知道了 这可是大事件呢 跟这个一比 什么茂园山神异娘子隐天雷都成了儿戏了 谎报军功可是欺君大罪啊 大周朝优待世人不杀文官 但是对武将可是敢下手的 没有正当理由还能斩杀一个大将 更别提谎报军功这种大罪了 怎么就谎报军功了呢 是 是谎报军功 不过不是说的是 林关战一战 那个方仲和谎报军功的事吗 怎么又成了与西北王师大战的军功了 站在朝堂上 高陵波脑子还有些懵 当时是西边赤猴先来报 古西贼五千众 我龙骨将兵有万众 两相对比必能为大胜 无等求胜心切 未等其他赤猴来报 便下令大军出营 皆临关战 烽火以及信使击报 才知不仅没有包抄西贼 结果反而被西贼军包抄 前有西贼兵两千众 后有西贼王师主力八千众 仓皇应战 西贼图两宝 卧军伤千众 龙骨城守住 西贼王军最终退去 说其败退 其实可说是双方僵持不下 不胜不败 此战如果事先详查 不至于中了西贼之计 安排周当 也不至于伤亡惨重 身为监察使 却急功耗力 身受陛下身恩 却不思回报 内侍间隙的嗓音 在大殿里回答 这是胡说 这是诬陷 不对不对 这是混淆视听 就算是如此 也到底是胜了 也守住了龙骨城 那还是胜了呀 这算什么谎报军功呢 既然不是谎报 那为什么林关寨的事 上下瞒着不肯查 不肯报 为什么逼着 那茂园山兄弟 闹到京城来 皇帝慢慢说道 目光落在高陵波身上 高陵波心里咯噔一下 似乎乱哄哄的脑子里 有些念头清晰了 朕还说这次 急脚递来的可真快呀 原来是急的呀 不想要往下查下去呀 皇帝的声音 接着从上边落下来 砸在高陵波头上 轰的一声 他彻底清楚了 原来如此 高陵波猛地看向陈少 陈少 上当了 他一直在引导皇帝 想陈少和那成娘子的 恩情关系 而陈少如何不是 也在顺水推舟的 让他认为如此 上当了 一直以为这是陈少 想要保住那成娘子 然后自己借着这 茂园山林关寨事 拉他下水 而陈少何尝不是如此小 什么狗屁为了成娘子 为了茂园山 他就是要让西北精略司 承认坐实林关寨事件 坐实了这个 就坐实了皇帝的疑心 林关寨的事 能是真的 还有别的什么事 是真的 林关寨的事能瞒着 还有别的什么事 是瞒着的 谎报军功 其实没什么事 不是什么大事 不可怕 别说是周凤祥 现在一人认罪 就算是西北精略司 都认罪 也不可怕 什么最可怕 皇帝的疑心 最可怕 这一次西北精略司 让皇帝起了疑心 那以后任何行动和言辞 便免不了天子心内狐疑 这他娘是挖了西北精略司的根基啊 高林波一瞬间 杀人的心都有了 恨不得当场生吞了陈少 怎么就 怎么就 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他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做到了 都是步步看着掌握在自己算计中 所以松了戒心 竟然被他钻了空子 他把视线 落在了陈少和这神医娘子的身上 不管茂园山事件如何 皇帝对陈少和这成娘子 都深了厌恶之心 他以为这是圣券在握 没想到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陈少 高林波恨得咬碎了牙 紧闭的殿门和宫门 并不能阻止朝堂上消息的传出 周凤祥上了请罪书 指出西北精略司谎报军功的事 就好似风一样散开了 在原本就已经起了风浪的潮局中 掀起了更大的狂逃 行啊 这周凤祥真是豁出去了 这可是搭上了前程啊 陈相公这一招又狠又准啊 真是打得西北精略司措手不及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舍得一个周凤祥换一个江文元 不不不止一个江文元 江文元整个派系的人都将要动荡 这个买卖做得值 何止这一次 还有以前啊 这次的军功是谎报的 那以前的有多少是真的假的 还有 偏偏是在陛下刚刚因为茂园山几兄弟的事 受了憋气 在天下人面前丢了脸的时候 正愁有气没地方撒呢 西北精略司就把这么大的脸送上来了 不打陛下都对不住他们的 那完了 这次肯定要大查了 要下诏狱也说不定 你们猜会有几个 还以为这件事就算落定了 没想到这才是刚开始 各种各样的言语散布在官员们之间 一天之后 甚至已经散布到了九龙禅寺间 别的不说 至少那个倒霉的卢正是没事了 还会被视为忠心明察 张家张老太爷跟一个清客幕僚说道 那清客幕僚点点头 卢正这次不仅捡回一条命 还会官复原职 张老太爷摇头 下一任御史忠诚的位置 太爷有能力争上一争了 说到这里 二人对视都笑了 丫头在一旁听得再忍不住了 太爷太爷 我家娘子呢 他急到 什么卢正 什么西北精略司的 他可不关心 他只想知道 皇帝怎么判他家娘子 张老太爷看他一眼 又看清客 看到没 三四年了 咱们始终不是人家的家呀 三四年了 张老太爷的脾性 丫头早就熟悉了 文言也不慌也不怕 而是往前做了两步 太爷 我笨 你别都奴婢了 他眼圈发红道 范琴 没事了 卢正是告方 你家娘子也是 他如今没事了 你家娘子 自然也没事了 清客笑道 丫头看向张老太爷 张老太爷 冲他点点头 他这才喜极而泣 合手念佛 虽然说他没事 看着高高兴兴 跑开的丫头 清客又摇摇头道 也到底没落下什么好啊 张老太爷 碾须不语 神情意味深长 不管这次西北之事如何 谁得利 谁倒霉 他都是老不到好的 陛下也好 朝臣们也好 都会记得 这次的事是怎么起来的 从他用了他的冥王 掀起这件事的那一颗旗 就注定了 以冥王要挟启事 在朝廷眼里 都是忌讳厌恶 且不允许的存在 这么说来 他是被当了刀子用了 可是 茂园山兄弟的事 最终有了交代嘛 但那交代有什么意义 得其所以 就是意义 张老太爷说道 手轻轻拍了拍 积案上的书卷 他要的不就是 茂园山兄弟的事 有个交代嘛 清客看了眼 见是一卷太平津 而且 该交代的 不管大的小的死的活的 这不是都要交代交代了 这把刀子 锋利呀 他们做的这些事 你知道吗 而与此同时 在玉带桥 城江娘的宅院里 周六郎说道 哪些事 谁对你的名望 夸大怂恿宣扬 谁再抓了徐四根 谁安排了将官兵丁 推波助澜 谁出力鼓动民众 在太医公给你献生辞 周六郎咬牙说道 放在心上的手 紧紧地攥起来 谁 谁都有 那些敌对的 应该和善的 有仇的 有恩的 城江娘笑了 我不需要知道 可是他们靠踩着你得力 这可是毁了你 你在京城是待不下去了 走到门边的范江林 听到这句话停下了 妹妹 她扶着门的手 攥起来 是因为这件事 就要被驱逐了吗 我想在哪里 就能在哪里 没有人也没有事 能让我不变 城江娘站起身来 还有 别人靠着我得到什么 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 我有没有得到了 我想要的 不在乎别人得到什么 只在乎自己 有没有得到 有没有达成目的 你倒是看得开 我还真不知道 你这么大 小夕的是你 有点事 念念不忘的也是你 一直没有说话的 秦石三郎 此时笑道 一面伸手 拍了拍她的肩头 站起来 对呀 所有的事 都是她自己记得 都是她自己 自寻烦恼 在这个女人眼里 从来都没有在意过 周六郎甩手 站起来 抬脚就走 你想要的 估计 得再等些时 秦石三郎 对城江娘失礼告辞 因为出了周凤祥的事 中书门下省 都顾不得别的事了 原本要立刻定夺 了结的茂园山五人工赏 也自然推后了 那个吗 倒不急 城江娘含笑说道 还礼 那个不急 那哪个急 秦石三郎看着她 了然一笑 所以她想要 可不止这个 陈上等人想要的 何尝不是她也要的 早说过了 她不是刀子 她是制刀子的人 可怜的西北京略斯 一干人 他们不知道 这个娘子 是个多么小气的人 西北京略斯 官厅里 灯火明亮 街案上 美酒佳肴 还摆得满满 但大厅里 却空无一人 我 有一人 主座上的江文元 还坐着 在明亮的灯火的照耀下 她的脸色 惨白的吓人 今日是她的生辰 虽然事物繁杂 功身劳顿 但总的来说 还是过得顺心 才得了功赏 即将取下这个父子 被人理直气壮地 喊了一声精略使 还有同时落定的支舟 当然 人生在世总有不如意 比如那个虽然无关紧要 却让人恶心的 茂元山兄弟争功 不过最终 还是顺利解决了 还有 就在几天前 她的小倩又给她添了一个儿子 这是她的第十三个儿子 对于子嗣难养的很多人来 这真是让人羡慕的事 所以这个四十六岁的生辰 江文元办得极其开心 只是没想到 宴席还没开始 就被京城送来的密信 惊散了 周凤翔 一声怒吼 江文元掀翻了面前的结案 盘碗杯碟酒壶 噼里啪啦的在厅堂里 散发乱乱的脆响 杀了他杀了他 他喊道 急步而出 从廊下站着的侍从腰里 夺过刀 直奔大门而去 大人 大人不可呀 亲随将官清客 木僚们纷纷扑过来 死命的拦住夺下刀 现在去杀了他 杀了他 江文元面色阴狠 大人 别说了大人 现在整个西北 想杀他的人多的是 杀他 其实没什么难的 在战场上 不管是马经了 跌死了 还是中了流史 都能说得过去 但现在是在龙骨城 又无战事 怎么能杀 更何况就在刚才 接到密信后 派人去找周凤祥 却发现 借着病身 不来参加宴席的周凤祥 原来已经卸除官袍 自己进了大牢 说以戴罪之身 等候朝廷钦差的到来 他自己要去监牢里 牢房里死个人算什么 江文元红着眼咬牙 要是个武官 死也就死了 但周凤祥可是个文官 而且还是在已经请罪的时候 唉 大人 这时候他死不得 他要是死了 咱们这上下 可真说不清啊 幕僚叹气 江文元何尝不知道这个 那现在他不死 咱们这上下也说不清了 他来回踱步 就如同暴跳的 却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 接到密信的那一刻 他就一下子明白了 多日来 心中那一点点莫名的不安 也彻底的落定了 怪不得他总觉得事情哪里不对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徐四根在牢中被打伤的消息 是谁散出去的 那些散布在各处的民伏兵丁 又怎么这么巧 都来到了附近呢 还有方仲和为什么逃走时 被城门那么巧地拦住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他们同意写下认可林关寨事件的奏章 也为了让他的大印落在那封奏章上 他们耍诈 这是骗证 这是构陷 再说 黄暴军功又算什么大事 这叫什么黄暴军功 这只不过是战后吹嘘 我们不过是夸大吹嘘了一些 沙梁军功的事都多的是了 木僚们忙劝住他 不要说了 没错 谎暴军功不是稀罕事 他们敢打包票说 历来每一战都少不了粉饰夸大一份 但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 说没事的时候就没事 说有事的时候就有事 全凭一张嘴啊 更况且此次谎暴军功被上奏的时机也不妙 偏偏是在确认了灵军寨冒功事件时 又是在京中皇帝被一个女子逼迫赌事的时候 哎 这是打了皇上的脸 落了皇上的面子啊 木僚们叹气说道 皇帝不震怒才怪 所以说周凤祥这一招 真的是又狠又毒啊 江文元一脚踢飞了一个木架 骑上的仪仗等物哗啦倒地 大人 我们自然要上表自变 但现在的关键是 你不能被召去京城 一旦去了京城 那就必将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 自变中 就算是最终得胜 西北这边只怕也不好回了 没错 他不能走 他如果真走了 那就无可挽回了 可是怎么才能不走呢 周凤祥闹得这么大 京城中必然也咬得紧 皇帝又是震怒中 怎么才能不走呢 趁着天使还没到 咱们再想想办法 木僚们一时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得说道 站在庭院中 夜风呼呼 虽然还没有到寒冬腊月 但江文元还是觉得被吹得透心彻骨的冷 天色大亮的时候 官厅里的人双眼通红 虽然一夜没睡 但大家谁也没有睡意 或者说麻木了 无数的文书底报冰书散落在地上 却找不到能解他们燃眉之旗的办法 我先杀了周凤祥 江文元抱起 木僚们再次拼命拦住 大人 犯不着为了他 搭上自己的命 对啊 事情还没定论 就算离开了西北 还有别的去处 高大人一定会保着你 用不了多久就能起伏的 至少他们现在 不似昨晚那样说要留在这里不进京了 江文元心中冷笑 又有些绝望 已经输了一半了 抱 一声拉长声调的急报 在官厅里响起 有兵丁急闯了进来 青山谱急报 东南有西贼季节 目标是归顺的黑山藩族 黑山藩族邱远 官厅里的人都愣住了 似乎有些不可置信 人数有多少 江文元不愧是老将 第一个反应过来问道 两万 急兵跪报 一面捧上火气印信 以及证明身份不作伪的金牌 二万 在场的人一瞬间 本就惨白的面色 更没了血色 但旋急他们又想到了什么 面色顿时变得通红 来得好 哈哈哈哈 来得好啊 震耳欲聋的大笑 在官厅里顺时乍响 只把报信的急兵笑得呆呆 二万敌军 这难道是很开心的事吗 当然也有不开心的 当坐在监牢里的周凤祥 听到这个消息时 本来淡然的面容上顿时变得呆滞 顺时毫无血色 虽然身形还未失探 但站得近的话 可以看到他放在膝上的双手 正在颤抖 时也 命也 相比于这些高级将官 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那些低等的兵丁 则落后了很多 尤其是 还是住在监牢里的兵丁们 就更晚了 当然 他们听到后的反应 也没什么反应 也不知道 让不让我们上阵 立功赎罪吗 还有人开玩笑 但坐在最里面的 徐四根和刘奎 却笑不出来了 他们对视一眼 都看到各自眼里的绝望 完了 江文元走不了了 真是老天助他们 如同西北这边众人的 各自反应一般 当这个紧急军情 传到京城的时候 有人大笑 有人则面色发白 笑不是对战争的无情冷血 面色发白 也不是对战士的畏惧害怕 而是对石和命的感叹 皇宫里的议事殿内 再次大门紧闭 但一如既往 消息很快就在京城散开了 大战在即啊 这下江文元没事了 战前最忌讳换将 这一下皇帝也不敢动他了 江文元这小子还真是好命 虽然潮里还没有消息传来 但外边的民众 世人等等 都已经替朝廷做了决定了 张老太爷放下手里的剪刀 看着面前的盆景 轻轻叹口气 至少也不算都落空 毕竟正了名 不过眉头却没有轻松 正了名又怎么样 茂园山兄弟从无名到争名 那西北京略司那边 自然也能如此 真是师爷命爷啊 无奈 无奈啊 张老太爷最终摇了摇头 生下剪刀 转身进屋子里去了 虽然上次愤愤离开玉带桥 且发誓再也不来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 周六郎还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但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娘子去陈相公家了 留下的小丝说道 去陈少家 找他做什么 找他有什么用 且不说这一次陈少坑了的 可不只是高陵波 更何况如今 他自己还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呢 而听到陈娇娘来访 陈家也是惊讶不已 陈十八娘赶来的时候 远远地便看到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 他不由停下脚 啊 十八娘 不去了吗 拉着他的陈丹娘 不解地问 他来找父亲是有事 咱们过会儿再去吧 陈十八娘看着 迈入父亲书房的女子 比起两年前 个子高了很多 十八娘 那个就是成娘子吗 你啊 和他最亲的 都忘了吗 陈十八娘伸手 戳了戳他的头 过去太久了嘛 我忘了嘛 陈丹娘嘟嘟嘴 视线看着进了屋门被挡住的背影 模模糊糊中 似乎很亲切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等等吧 陈十八娘看向那边的屋子 眉宇间几分忧涩 陈少是才从宫里回来的 面色疲惫难言 陈娘子 这事不急 别担心 没事的 陈将娘看着他 微微一笑 大人大道为公 我不担心 这笑落在陈少眼里 神情不由一致 大道 陈大人 当同伐议 不论是非 这才是你如今 该认清的大道 他的耳边 想起这句话 是啊 这一次他做的事 的确是不论是非 使用了一些手段 一些两年前自己的眼里 都是不光彩的手段 他之所以 一心要驱逐高陵波 离开朝廷 是因为这人妨碍国事民生 这样的一个奸邪小人 对于朝廷来说 绝不能重用 他也知道高陵波等人 一直以来对他用的那些手段 但他从不屑 也不愿意采用 同样的手段回击 因为他一直认为 自己做的事不是党征 而是围观中军的大道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似乎在无意间 他就变了 尤其是这一次 当沐辽亲随下属们聚在一起 商定对策时 他并没有反对他们的决定 默认了 不 不止默认 他还亲自立行了 而这些手段 必然会伤害一些无辜的人 比如 陈少看着眼前端坐的女子 他不由苦笑了一下 曾经提倡的手段 如今应验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他心中如何作响 这真是时也 宁也 这是大人的运气 还是不怎么好 耳边的声音继续说道 这话听到陈少耳内 似乎有些讽刺 讽刺 对这娘子来说 也不算失礼的举动 程娘子 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你放心 也不要急 他轻叹一口气 又肃容 亦有所指的说道 怎么能不急 程江娘看着陈少 微微一笑 大人难道不急吗 不急 不急他会一夜 长了一口疗泡吗 程娘子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现在急不得 要徐徐徒之 陈少深吸一口气 坐正身子说道 程江娘看着他 欧了声 那换句话说吧 我来帮帮你如何 帮我 陈少愣了下 其实说起来 都是娘子在帮我 不 大人想多了 我之前 我之前并没有帮谁的心思 我只是做自己的事而已 所以至于谁从中得利 跟他无关 他无心思帮人的时候 还能帮的人如此 那真要动了帮人的心思 那会如何 陈少看着他 说起来似乎不可置信 此刻坐在这里 这个娘子跟他女儿一般的年纪 但看发生过的种种事 却不能以晚生后辈的眼光对待 那多谢娘子了 娘子请说 他诉容道 事到如今 这件事必须分了胜负 不能像上次那样 由皇帝玩弄制衡 或悉尼什么议论相巧的把戏 必须让他在西北军政上 做个了断 要不然 周凤祥这样的舍生取义 岂不是成了笑话 我几个哥哥的功赏 不要再拖了 请立刻放下来吧 陈少愣了下 什么 功赏 他们说的话题换了吗 娘子说的是功赏 承交娘点点头 嗯 功赏 这个事 皇帝不是已经做了定夺吗 那就请不要再拖了 所以还是先帮了他 再说别的 陈少愣然点点头 这是应当的 他该得的 虽然此时提这个添乱 但是没问题 好 陈丹娘已经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十八娘 我要去找母亲了 陈十八娘拉住了他 哎 再等等 就要出来了 那可是成娘子 陈丹娘甩开他的手 我又不是认得 我又不是认得 十八娘 你想见就自己等嘛 怕什么 他掉头就跑 陈十八娘忙伸手拉住他 你瞎说什么 我怕什么 你快站住 当初成娘子 当初成娘子对你最好了 他来了 你也不见见 姐妹两个正拉扯着 那边脚步声响 娘子 陈十八娘和陈丹娘停下转过身 看到仆妇引着一个女子 一个婢女 站在几步外 素色如群 素色照衣 高碗的发际上 碗着一根木簪 侧面插着一枝小银书 两年不见 面容一瞬间的陌生 但旋即便又与记忆里的眉眼重合 成娘子 陈十八娘展开笑颜 上前一步 成娇娘含笑点头 十八娘子 半琴含笑失礼 你 陈十八娘要说什么 一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 我 去我那里坐坐如何 成娇娘还没说话 一直歪着头 看她的陈丹娘站出来 你是成娘子 成娇娘看向她 微微一笑 你是陈丹娘 对啊 你还认得我 陈丹娘摇头 可是 我不太认得你了 陈十八娘忙伸手拍她一下 丹娘 成娇娘再次笑了 没关系 再认识就好了 她失了半礼 我是成娇娘 陈丹娘笑了 卖上钱 我是陈丹丹娘 她提群屈膝失礼 看着二人的样子 陈十八娘有些失笑 一旁的仆妇们则笑了 果然这娘子还是跟小孩说得过来 一个低声说道 经过这一说笑 原本有些生疏的尴尬顿时消散了 嗯 我仔细看了看 有点想起来了 陈丹娘歪着头说 成娇娘微微一笑 成娘子 我特意在这里等你 我们去院子里说话吧 不了 我还有事 改日吧 这是推托吗 又或者是回避 或者 陈十八娘第一时间 念头纷纷闪过 但旋即又醒过神 看看认真听陈丹娘说了句话的成娇娘 不由自嘲地笑了 这娘子说有事 那就是有事 没有别的意思 这边成娇娘失礼 抬脚迈步 成娘子 陈十八娘忙跟上 我送你 成娇娘笑着点头 虽然两年不见 但其实一点没变 这个成娘子还是不喜欢说话 不过有人爱说话 我跟你不熟 所以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 我也是 成娇娘含笑点头 陈丹娘的眼睛顿时亮了 身前身后的仆妇们再次笑了 这娘子哄孩子特别有一首 不过 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话说的 陈丹娘跟上她高兴地说 其实也容易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看着这一大一小说得热闹 陈十八娘落后一步 哪里是不熟 这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马车早已经等在门边 半前扶着成娇娘上了马车 一直沉默的陈十八娘上前一步 成娘子 一定会没事的 是 一定会没事的 成娇娘含笑点点头 看着马车离开 陈十八娘还是有些不安心 打发走了叽叽喳喳的陈丹娘 她来到祖父这里 却见父亲也在 父亲 成娘子是来 请你帮忙的吗 她静止开口问道 不待陈上回答 便带着几分哀求 父亲 您帮帮她吧 陈少为言笑了 只不过笑得有些古怪 她是来帮我的 陈十八娘一争 以为听错了 帮父亲你 帮父亲你是吗 给茂元山兄弟搬下工赏 陈少心里说道 不是他不想告诉女儿 是觉得怎么说也说不通 这到底是谁帮谁 是他帮你 陈老太爷 思寸一刻说道 看着陈少 神情沉沉 有时候 能让你帮忙 就是对你 最大的帮忙 帮忙 就是最大的帮忙 这是什么意思 陈十八娘扭头 看着父亲 见父亲神色复杂 慢慢地点点头 如果连帮忙都不让帮了 那才是彻底的身份了吧 这是什么 秦政殿里 皇帝看着陈少 地上的奏章问道 是茂元山五人的封赏 听他说出这句话 跪坐在一旁的 建安郡王和大皇子 都看过来 大皇子还难言几分惊讶 这个时候 他竟然来说这个 皇帝的脸色 果然沉了几分 将奏章放到积案上 朕知道了 陈少却没有退下 陛下 中书已经审议过了 还请陛下过目允准 你就那么急吗 皇帝猛然拔高声音喝道 急着去报人 请就一点也等不齐了吗 大殿里一阵安静 眼见皇帝发怒 贵坐的金安郡王和大皇子都站起来 垂首而立 陛下 当初陈娘子给家父治病之后 收了我家一幢宅院作为酬金 陈少神情无波 既没有回答皇帝的话 也没有说有罪 所以你就不欠他恩情了吗 陈不这么认为 但那娘子的确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是大夫救命 我是患者复仇金 这是你情我愿 你求我得 所以他不欠我 我也不欠他 皇帝更是笑了 所以这小娘子能说出这种话 你就觉得着实不俗吧 他问道 带着几分激讽 陈少笑了笑 点点头 着实不俗 但又让人可怜 可怜 皇帝冷笑一声 没有说话 如果不是绝望到极点 他怎么会不信 也不靠人情呢 世人多是看得透 却放不下 而是要真正能放下 得看透到别无退路 金安郡王垂下视线 陛下想必也知道 这成娘子的来历身份 天生吃傻 鸡被溺斃 身亡负气 人人必知 有家无亲 天下可怜的人多了 可怜不是做 是的理由 而你当怀慈悲之心 但不能不顾国法律规 陈少应声是 陈正是如此 陈并不认为 陈不欠他的恩情了 所以一直想要还报 但没想到 报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自嘲地笑了笑 皇帝神情慕然 似乎不屑 但并没有阻止他说话 两年前的逃兵事 他第一个就求到了 我的面前来 陈少说到这里 叹口气 苦笑一下 但是陛下 臣不能帮 两年前的事 皇帝本来已经忘记了 但因为这次的事 他又想起来了 点了点头 那一次的事 的确陈少没有帮忙 反而陈还劝他 国法军规不可为 虽然陛下最终定夺 但就算到现在 陈还是认为逃兵当战 陈少抬起头说道 神情肃然 这话并非作假 皇帝没有说话 当时拒绝了那娘子的请求 陈心里不悔 但到底是歉意 后来那娘子离京归乡 陈也没有再补偿的机会 没想到两年之后 他又进京了 而且一进京 就又求到了陈的面前 而这一次 陈还是不能偏帮 陈得知了他的诉求 当时就很惊恶 这事不可不慎重 所以并没有如何 只是在下属面前 略问了句西北誓 待日后慢慢查问 结果卢正有心先去问 然后发生的事 陛下就知道了 陛下 陈这次不仅没有应 那娘子的诉求 反而是断了他的诉求 陛下怪罪那娘子 不及登文谷诉冤 其实是陈逼得那娘子无奈 不得不以此举上达天听 论起来 这一切都是陈的缘故 陈少说着又拿出一张奏章 躬身捧上 陈请辞 请辞 金安郡王和大皇子都看过来 这一次连金安郡王都难眼惊讶 朝臣请辞是很常见的 比如奏请的事被皇帝驳回 不高兴了耍性子 比如被御史弹劾赌气 比如要升官 比如表示认罪等等事都能请上一请 当然 这种请辞不过是做做样子 但陈少自入朝以来还从没有这样过 别说请辞了 就是被御史弹劾的时候 他甚至都没有按规矩避位过 受军恩 尽兴国事 不辞 这是当初殿氏清典相谈甚欢的时候 陈少对皇帝说过的话 而他这么多年也一直这样做 占得笔直刚硬 在国事上从不肯退让服软 皇帝的面色缓和下来 轻轻叹了口气 看着面前躬身的臣子 不知不觉 曾经意气风发的簪花廊 也两病闪牌了 只是在请辞前 臣还是要请陛下准了攻上 不论西北踏实 至少这件事是人证物证巨在 可以定论的 陛下也是允诺过的 臣此举是依照旨意而行 没有违规 也算是终于能为那娘子略尽一分薄力 且不负国法律规 不负陛下 陈少再次攻身 皇帝看着他一刻 伸手拿起了放在一边的奏章 打开了 片刻之后 陈少上了请辞奏章的事 就传遍了 真迫不及待 勾机跳墙的都要 连这种撒泼打滚的把戏 都拿出来了 高陵波冷笑 明知大战在即 更换将帅是动摇军心 还敢不及国势朝礼 胁迫皇帝 倒也真是千驴即穷了 大人 他好像求的不是西北的事 是那冒元山的工赏 高陵波愣了下 就这个 怎么可能 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这个 的确是这个 陛下也准了 陈少在搞什么 高陵波皱眉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总觉得如今的陈少 形势越来越怪异 官位越来越高 与他来往的越来越多 但想起来 反而有些陌生 好似还不如以前熟悉 难道是 越了解 越不了解了 是觉得此事必败 也让皇帝心中猜疑 此次他与那成娘子的 勾结密谋 还不如自己干脆承认其中间的勾领 或许还能速速旧日的君臣秦 让皇帝免了心结 仅此而已吗 高陵波俯着胡须 没有说话 他心里总有些不安 已经被陈少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了 万幸老天爷站在他这一边 大人 这次战事又不是人力所为 说没有就没有了嘛 不管怎么样 陛下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摇军心的 周凤祥也好 陈少也好 都无力回天了 按理说如此 高陵波点点头 看着他点 他迟疑一下 又补充了一句 啊对了 还有那个江州傻儿 一个江州傻儿 能被高士智心里惦记一下 还是和陈相公平起平坐 可真是祖上烧高香了 幕僚心里说道 应声是 林关寨百中为贼尾 兼臂不退 竭力汉域 手死一劫 忠义不衰 当背负起家 玉带桥的宅院里 朝廷班旨的官员 正举着诏书 一扬顿错地念着 要犯石头 徐茂修 徐腊月 半三丑 徐棒锤 追赠为正名君将 范江林封殿氏 徐棒锤其子 为三班戒指 门外围观的民众 听到这里 都嗡嗡议论 看着那个被一个妇人 抱在怀里的小偷 这么小的娃娃 都成了武将了 虽然是最低等的 但相对于 他老子拿命换来的 一个正名君将来说 真是太容易了 皇帝这次 做得真够厚道大方 可见陛下是仁慈 有功毕赏 有冤毕身的 只是被蒙蔽了圣聪 听着民众的议论 宣召的官员 只是闪过一次释然 但也并没有多少激动 现如今 也顾不得这个了 皇帝正为了西北的事 焦头烂额 这次 如果定夺不慎 那可不是因为一个神棍胁迫 被天下人耻笑的问题了 只怕朝臣们都要闹翻天 说不定 他还要去列祖列宗面前 痛哭认罪呢 官员将手中的诏书 递给叩头谢恩的范姜林 草草说了两句场面话 就带着人走了 官员离开后 民众都围上来说着恭喜 那边婢女早准备了两波罗钱 换着小丝台上来 多谢诸位乡林 他让小丝们放钱 玉带墙门边对视轰那一声乱了 而与此同时 得到乡系的太平居 神仙居 宜春堂门前都开始放钱 引得街上又喧闹涌涌 外边的热闹欢庆 范江林等人并没有在意 坐在厅堂里 看着面前摆着的告身和诏书 范江林红着眼 一遍又一遍地看 旁边妻子则不停地失泪 妹妹 我去他们墓前 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范江林捧起告身来说道 坐在一旁的成江娘摇摇头 还不急 还不够 还不够 范江林愣了下 有些不解 哥哥 你有没有想过 要做什么 范江林神情一案 受伤之后 虽然日常行动不受影响 但还想像以前那样 拉开三弹弓 十箭连发 挥刀劈开敌人的铠甲 是做不到了 最多也就是拿着弩弓 近距离射杀敌人 但战场上 哪里有那么多机会 让你拿着弩机 近距离杀人的 原来一心想要为兄弟们证明 并没有想以后的事 如今心愿达成 又被成江娘这样一问 她不由得有些颓然 她是废人一个了 还能做什么 一旁的皇室心内有些惊讶 大着胆子 看了眼成江娘 这时候说这个 不太合适吧 我呀 就留在京城看店吧 范江林故作洒脱地笑 哥哥不想杀敌了 怎么会不想 可是怎么杀 范江林看向成江娘 这个妹妹 从来都不会替人做主 她只会遵从 你的心意而做主 在她面前 你不需要隐藏自己的心意 不要揣测她的心意 她问什么就是什么 你要做的就是 大声地说出 你真实的想法 想 她深吸一口气 重重地点头 那我助哥哥你 去做万人敌 成江娘站起身来 万人敌 将帅吗 范江林惊讶地 看着成江娘 她知道什么叫万人敌 当初徐茂修 曾和他们说过 公马武艺 只是匹夫之勇 一人敌 武艺练得再好 能杀的敌人 立下的功劳 也是有数能计的 而那些指挥杀敌的将帅 才是万人敌 指挥杀敌的将帅吗 他怎么可能 他大字都不识得一个 世上能做万人敌的 也不仅仅是将帅 哥哥请随我来 这下完了 这下完了 完了 完了呀 听堂里的周老爷 一面念念 一面来回踱步 廊下跪坐的婢女们 神情慕然 没有丝毫的惊讶 或者惶恐不安 因为这句话 周老爷已经说了将近四五天了 就是害怕 也已经麻木了 我就说不让你跟着写奏章 你非要写 还阵阵有词 现在好了 老天爷都在帮他 周夫人在一旁示泪 老天爷怎么会帮他呢 周老爷皱眉说道 一面躲步 不应该呀 我家娇娇才是老天爷亲生的呀 周夫人呸了声 别管你的娇娇儿了 这次忤逆了陛下 能不死 他已经算是老天爷亲生的了 他说道 一面想到周六郎 就再次背从中来 喊了声我的儿 这下可怎么好啊 难不成真的要被赶到南州去平乱 那可真是要了命啊 一面说 一面大哭 哭着又问周六郎 门外的丫头 琪琪哀哀哀 六公子 出去了 去哪里了 周夫人察觉不对 立刻贺问道 去 去成娘子那里了 真要被那女人害死了 这是几辈子的怨念呀 我周家 厅堂里的周老爷的念念声 听不到了 周夫人的哭声响起来了 你去哪里了 而此时 玉带桥 成交娘的宅院里 周六郎 看着刚刚进门的成交娘 也没好气 有事吗 成交娘没回答 一面摘下秘笠 一面问道 说说东西 跟我回陕州 半琴和院子里的小丫头小丝 都惊讶地看向她 成交娘神情无波 遇到事就跑吗 她看了眼周六郎 你真是当兵的 碧其锋芒 也是战术 怎么能说是懦弱 成交娘微微一笑 没错 锋芒只有人臂 不臂人 她抬手 这只还要说话的周六郎 你的剑术怎么样 周六郎愣了下 旋即哼了声 抬起头 不屑回答 如果你信得过 你的剑术的话 什么叫你信得过 你的剑术 这臭女人 但凡说话 都要侮辱人 周六郎瞪眼 还没说话 成交娘接着的话 传入耳内 我请你帮个忙 请你帮个忙 请你帮个忙 周六郎顿时浑身发热 他说什么 请你帮个忙 终于看到自己了 终于肯让自己帮忙了 终于 那些人不在了 所以他也没有别的人 可以帮忙了吧 周六郎低下头 欢喜沸腾 又酸涩涩 这滋味真是 帮什么忙 跟我来 我要先看看你敢不敢 什么 周六郎哼了声 抬起头 看着这女子 已经抬脚向后院走去 他撇撇嘴 抬起头 大摇大摆地跟过去 秦师三郎下马之后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静止迈进神仙居 而是抬头 看了眼彩楼 又看了看左右 左右都是十四 此时临近饭点 其内都满座 很是热闹 因为天气转凉 乐得自在 点的便多了起来 从窗口看去 每个十四里 都热起腾腾 恍若仙境 秦师三郎的视线 又转回神仙居 神仙居里 与往常一样安静 但这安静 还是跟以往不同的 真是奇怪 客人少了很多 吴掌柜说道 一面翻看账策 不应该啊 东家们的事 不是已经落定了吗 太平居还可以 看着秦师三郎走进来 二人忙失礼迎接 太平居还可以 是因为受众不同 太平居民众们去得多 看到你们东家风赏 都认为事情落定了 但神仙居可不一样 来的都是高官权贵 对他们来说 秦师三郎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摇了摇头 对他们来说 看得清朝中局势 也看得清茂园山事件 看似赢了 实则陷入险境 没事 胜负还未可知呢 这一次运气 似乎不在你家娘子这里啊 秦师三郎眉头微皱 这一次 也是出乎他的预料 谁也没想到 西北会在这时候 遇到战士 哪怕晚那么一个月也好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时也命也呀 婢女咯咯笑了 将手中的账策 啪得合上 我家娘子可从来不靠运气 秦师三郎看向他挑眉 你家娘子最近忙什么呢 怎么总是不在下 婢女抿嘴一笑 我家娘子给人准备一个重礼 重礼 秦师三郎若有所思 又是送礼 就好像当初 茂园山兄弟们 离京赴西北那样的梦 那可真是值得期待啊 大皇子放下手里的奏章 看着金案后 伸手按着额头 闭目养神一刻的皇帝 父皇 明日是你的寿臣 还是早些歇息吧 是啊 陛下 金安郡王也说道 朗里多日了 也不急在这一时 皇帝笑了 睁开眼 是啊 偏偏在朕受神的时候 西贼王这是要给朕 送份大贺礼啊 皇帝在笑 可是眼里的冷怒恨 却是毫无掩饰 这要怎么安慰 经书里史书里有例子吧 大皇子脑子里飞快地翻着 也能不说 真是一份大礼呢 陛下当年五岁就敢着假 去去西贼王 能耐陛下何 皇帝看着他 少年人抬起头来 带着几分傲然 又意气风发 顿时笑了 这次是真的笑了 这事是真的不是 不当提不当提 更不能以为荣 但金安郡王依旧一脸敬献 以为荣的样子 人前不可说 可是要被朝臣们训斥兵折 凶器也 皇帝并没有因为 金安郡王的不听话 而生气的意思 这句话传到大皇子耳内 他的眼睛便亮了 圣人不得以而为之 他立刻接话说 当初几个众臣 就是这样指着小皇帝的鼻子口水 似箭地骂了一日 虽然过去了几十年 但皇帝还记得清楚 此时陡然被大皇子喊出来 皇帝的面色不由一将 殿内诡异地安静下来 出什么事啊 大皇子有些争争 又有些茫然 要说下什么 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一时张口结舌 陛下 这个倒是有趣 我才知道 箭安郡王呼得一了一声说道 打破了室内的凝滞 知道什么 原来这个马蹄铁 便是这茂园山兄弟们做的 茂园山 皇帝原本缓和的脸色 再次凝滞 目光扫过面前跪坐的二人 这两个孩子啊 真是 圣人不得以而为之 是怎么回事 大皇子不知道 但茂园山 为什么让陛下不高兴 他是知道的 顿时眼中 不有几分幸灾乐祸 好了 真累了 都退下去吧 你说的对 这些奏章 一时也看不完 朕就歇一歇 说不定过了生辰 就有好消息了 大皇子和 金安郡王忙到失礼告退 才要起身 门外有内侍进来 他捧上一个奏章 陛下 中书城报 请陛下定夺 皇帝接过 打开一看 顿时又脸色沉下来 这次 他反而被气笑了 还真是啊 他说道 将奏章生在鸡岸上 一个两个的 争着抢着来补心 金安郡王 慢慢地后退 眼角的余光 看到一旁的内侍 冲他做了个口行 成 陛下 什么事 金安郡王停下脚 抬头问道 又是在争论 催促江文元的事吗 将他停下脚 大皇子也忙停下脚 跟着看向陛下 父皇 不是说了仔细商定 又不是一日两日 就能顶论的 皇帝摇头 他们说 茂园山兄弟的范江林 要给朕献礼献 他嘴边浮现一丝嘲笑 重复一遍 给朕献礼献 看到皇帝嘴边的嘲讽 本要开口的大皇子 便聪明地不说话了 是个马蹄铁一般稀罕的事物吗 金安郡王似乎并没听到皇帝的讥讽 而是带着几分好奇问道 马蹄铁 皇帝没有说话 眼神微微一闪 马蹄铁有什么稀罕的 大皇子带着几分不屑 金安郡王看着他笑了 真心实意的连眼里都是满满的笑 殿下 马蹄铁虽然看似毫不起眼 但每年减少损耗军马千匹 减少了就是新增了 也就是一年能增千匹军马 千匹又如何 不过是吗 好了 你们下去吧 大皇子和金安郡王忙不敢再说 躬身失礼 低头退了出去 殿中安静下来 皇帝的视线落在鸡岸上 马蹄铁竟然也是 茂园山兄弟中的一人做的 恍惚记得 当时是说一个叫 叫 叫什么的人做的 马蹄铁呀 皇帝伸手拿起奏章打开 庆王宫中传来一阵阵欢笑 六哥六哥 这边这边 给哥哥 院子里一群人正在玩醋狙 金安郡王穿着短衣 竖着袖子喊道 那一边踢着醋狙哈哈笑的庆王 自然听不懂 也不会给他传来 但金安郡王依旧笑着奔跑 庆王跑了一会儿 胖乎乎的身子便跑不动了 气喘吁吁的坐在地上 六哥 来来 再玩一会儿 金安郡王跑过去 但不管他怎么劝 庆王都不听 干脆躺在地上乱灯 金安郡王指得好言劝起来 亲自拉他去洗澡换衣裳 怎么样 一面给庆王身上浇水擦洗 金安郡王一面问进来的内饰 屁下准了 明日那范江林会被在宣德门前找见 金安郡王点点头 嘴边浮现一次笑意 哼 六哥 你猜他送的是什么 坐在玉桶里还着玩具的庆王 自然不会理会他 肯定是大杀气 金安郡王接着说道 一面将庆王洗过的头发挽起来 说到这里停顿一下 这可惜 不能亲眼看到了 不过 也没什么 吃到就可以了 他取过一旁的果金 将庆王拉起 裹起来 再由工人们合力抱出来 明天 真是让人期待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 陈十八娘就已经坐在室内了 屋子里挤满了人 母亲姐妹们正说笑的热闹 这身衣服太素了 要不换个喜庆的吧 还有这个簪子 太少了 添个花店吧 姐妹们回绕着陈十八娘的装束 议论纷纷 我就穿这个 只是陪同博洋郡主去 不一定会见陛下面的 陈十八娘低头 看了眼身上的衣裳 还是两年前做的款式 只是裙脚束腰 加了一些金丝花坠 添了几分生动 也没有捡了装重 这个衣服 似乎有让人心安的力量 这个念头闪过 她又笑了 或者说 是自己有了让自己心安的能力吧 我该走了 不能让郡主等着 她说到站起身来 在姐妹们的簇拥中 向外而去 她准备好了 将来真是让人很期待呢 天光大亮的时候 皇帝带着朝臣们 站到了宣德门上 早已经聚集等候的百官 以及远处的民众 都爆发出万岁的高呼声 声浪震天 就算每年不止一次听到 但每次听到 还是让人很高兴 虽然日夜辛劳 朝臣争执不休 边关危急不断 等等遭新的事 一件接着一件 但这种掌控天下的滋味 真是让人迷醉啊 陈大人也太不知理了 这么个日子竟然不来 身后的声音传入耳内 让皇帝脸上的笑意 顿了顿 陈少的请辞 皇帝已经驳回两次了 但陈少依旧避位在家 今日自然没来 这都是那个神医娘子闹的 天下人尝到了要挟的好处 一个两个都学会了 还要说献礼献恩 难道还要正陪你们 在天下人面前做戏吗 皇帝转身要走 有朝臣站出来 陛下 等候县里的人已经准许过了 岂能言而无信 朝臣说的义正言辞 还有这些朝臣 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就拿中书来说吧 驳回皇帝诏书的事 一年之中可是增多了好几次 陈大人虽然没来 中书依旧尽职啊 似乎是无意间有人说话 传进皇帝的耳内 这让皇帝的面色再次难看几分 好 朕就陪你们做这场戏 他转过身 宣犯将临 城门上有一个男人 越过众人而行 下边的民众百官家眷 没有在意 在城门上的黄金国戚 则注意到了 站在国场郡主身后的陈十八娘 听到冒元山三字的时候 便也惊讶地看了过去 这个男人毫无特色 甚至还有些落魄 就是为了这样的人 他闹出这么大动静 甚至不惜害了自己 范江林在天子面前 跪下大礼参拜 或许是知道 皇帝连话都不想跟他多说 参拜之后便静止开口了 草民感激陛下圣明 必将为国尽忠赴死不期 可别 你们的命可真是珍贵 死不起啊 皇帝心里冷笑 当然身为天子 不至于小气地在众人面前 给一个小民白脸色 他含笑点点头 内侍们便忙示意范江林 叩头退下 范江林叩头 却没有退下 陛下 小民身残 不能在亲上战场 为陛下杀敌 所以 小民献上衣物 替小民为陛下杀敌 为陛下扬威 看了眼 这个范江林 两手空空 不知道要献上什么 一首贺寿的诗词吗 还是那神医娘子 神仙之口的吉言 要么长生不老的药 皇帝心里 不嫌不淡地讥讽地想着 承上来吧 小民献上的是一件杀器 未经允许 不敢呈上 杀器 这一下 其他人也低声议论 而皇帝心里 呼得闪过马蹄铁三字 是什么杀器 他迟疑以下问道 弩弓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面露不屑 还有人干脆就笑了 不知道这弩弓是哪位上人用过的 错了 是神仙用过的吧 啊 后边还有滴滴地说相传来 皇帝的面上神情依旧 小民的弩弓 胜重弩百倍 胜重弩百倍 现场顿时哗然 但还没完 小人的弩弓 三百四十余步 入鱼目半杆 七十步外 洞穿铁甲 他就那样跪得直直的 神情肃穆 既没有面对天子的战战兢兢 也没有因为四周惊讶喧哗而惶恐不安 范江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皇帝也微微动容了 看着眼前的小民 如今军中惯用的戾气就是重弩 攻防必备 比重弩还要厉害的 还是厉害百倍的弩弓 那得是什么样的弩弓啊 这话说的也太大了吧 陛下 可以验证 皇帝看着他 好 既然如此 朕成全你们 这可不是朕要你们在天下人面前丢脸呢 准 如果是真的话 三百四十余步 入鱼目半杆 七十步外 洞穿铁甲 虽然身子一直不好 也不算年轻了 但凭心而论 这个皇帝骨子里 还是很好战的 为此年轻时 没少被朝臣们训斥 听范江灵说的这一句话 皇帝心里已经算出这弩弓 有多大的威慑力 以及杀伤力了 如果是真的话 那可真的是大杀气 如果是真的话 皇帝抬起头 看着已经去传令的内侍兵卫 因为是凶器 自然不可能靠近皇城 所以过了好一时 还没运来 城门上的动静 终于被百姓们注意到了 纷纷地询问 因为内侍船只一路过去 大家也便都知道了 顿时沸腾起来 不是三月皇帝游园 咱们也能看到 进军表演骑射了 民众们纷纷说道 他们并不知道 将要试射的弩弓 是夸下了什么样海口 只要有热闹 瞧就足够了 来了 来了 伴随着一阵热闹 一个内侍并一对神情诉讼 戒备深深的进军 拥着一个少年狼走来 少年狼穿着战袍 手中举着一把弩弓 看上去鹦鹉郡狼 此时民风开放 周六郎如此 便引来不少女子们的欢呼 说笑 还有手帕香囊被扔过来 就真的好似是 三月皇帝游园盛会 迎接那些表演骑射的进军们一般 一路的热闹到官员们所在 便沉寂下来 官家的女眷 可不敢像民间女子们一般大胆 但呼的一处喧哗起来 伴着女子们的尖叫 这是谁家如此实力 大家都皱眉看去 六郎 那不是六郎吗 一个周家的小娘子喊道 伸手指着路中昂首阔步而行的少年狼 周夫人捂着胸口 大口喘气 似乎下一刻就要窒息 她不是说今日不出门吗 怎么 怎么不仅出了门 还跑到皇帝跟前了 她要干什么 小娘子们叽叽喳喳地喊道 直到周夫人眼一翻 晕过去 这边的喧哗 随着周六郎的走过远去了 来到高官权贵这边 虽然没有女子们的尖叫 但却想起男子的胡哨 周六郎依旧默不闲事地过去了 秦师三郎笑嘻嘻地收回视线 看着两边狐疑 愕然看自己的人 很英雾 不是吗 众人给她一个白眼 继续低声议论 那少年狼手里举着的公母 看起来不怎么样 那是什么做的 好像都没有牛筋牛脚 小儿玩的吧 玩的 真要玩起来 你们可玩不起啊 秦师三郎微微一笑 看着已经走到城门下的周六郎 因为持有公奴 又是如此近的距离天子 禁军们都没有散开 手扶着腰刀 虎视眈眈地盯着周六郎 保证一旦他有异动 便乱刀砍死 周福请为陛下事工 周六郎朗声说道 一面冲城门上的天子 单膝跪下 身着战袍免大礼 皇帝点点头 看了眼这少年狼 年纪太小了吧 力气怎么样 不如找个更厉害的射手来试试吧 他心里傻过念头 但并没有说出来 百家板 早已经得了吩咐的禁军 高声喊道 另一边便站出来许多捧着盾牌的禁军 站定在七十步外 而与此同时 城门上也站了一排禁军 举着盾牌 护住其后的天子 皇亲国戚大臣们 所有的视线 都凝聚到拿着弓弩的少年狼身上 少年狼放下弩弓 伸脚踩在旗上 远处的人看不清他做了什么动作 只见少年狼已经举起了弓弩 现场安静下来 但少年狼却并没有射箭 而是皱眉看向身旁的禁军 还只是留下盾牌 人离开吧 只是试射 没必要出人命 此言一出 近旁的禁军们面色恶然 怎么着 这么远距离 射穿台甲都不错了 还能射死人 皇帝看没有动静 不由皱眉 往前站了站 那是明白他的意思 忙高声询问 下边的禁军 只把周六郎的话报上来 城门上再次哗然 摇头的笑的 板着脸斥责的都有 陛下 此言不虚 还是小心些吧 事到如今 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 皇帝摆摆手 伴随着命令 取着盾牌的禁军 便都退下来了 只留下盾牌 被木架支撑在原地 周六郎举起弩弓 对准了面前的盾牌 现场再次安静下来 数不清的视线 就好似炙热的日光一般凝聚 几乎能让人考化 再加上那令人窒息的安静 旁边的禁军 也神情有些紧张 不由看向这个少年了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